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我今如利欲学行 与且相应识相义 弥勒造论我所依 以示法印印字界 愿诸大德圣志人 一心守护清静心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各位学长 阿弥陀佛 大家早安 我说过 讲完阿赖耶士元起的时候 我就以为 其实 与我来讲 我就觉得全部的 世间法就是宇宙万象 宇宙万象 就 虽然不是宪政 还没有到宪政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不是见了 不是现观了 但是那个道理就知道了 宇宙 这个宇宙万象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道理就知道了 而宇宙万象 到底怎么回事 由阿赖耶士元起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礼无情有 那个是总结 我现在来不及写 总结就是一个礼无 礼无 礼无明明你就是 现在在现实里头 在一个你你现在的确的确存在一个 一个很荒谬很好玩非常奇妙就是 他的确没有不是真实有的 但又真实存在 他不是真实有的 他不是真实 真实有他不是实相 但是又确确实实你就活在里头 你就是真实存在于其中的幻象 阿赖耶士元起讲完以后 理论上面就明白 怎么一回事 这个幻象跟实相 同时的存在 可是这样子 这样子 你就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子你就开悟了吗 没有啊 差远了 你记得我们讲过吗 语一节啊 语一觉啊 跟如实觉之间是很遥远的庞大的距离 记得吗 你并不是真的现现见嘛 就是就是现观嘛 没有嘛 假如不是现观不是不是现见不是现观的话 你是解决不了苦的 佛法跟科学的不同就是佛法在解决苦 离苦得乐那个苦 离苦 就是观自在菩萨所说的 观自在菩萨他所说的啦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 可是那个照见是现观啊 他是怎么样子照见五蕴皆空 是行生波的波罗密多 就是这么回事 佛法就是这么回事 我讲过吗 运善巧要用心经来讲有吗 我不是跟你讲心经一个字一个字 只这样讲啦 我是说其实运善巧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 好 照见五蕴皆空 可是你不要忘了 那个照见是现观啊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文师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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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文熏席 还在多文熏席的如实的了知 所以同学们 同学们 这个 这个如实觉到四边即觉 中间一定要经过这个四边即觉 就是五蕴 五蕴就是四 五蕴就是这个阿赖耶士元起的 是 事情的是 要经过这个是边即觉才能够到如实觉 不是说你懂了 阿赖耶士元起是什么 知道了 阿赖耶士元起是什么 就是熏现嘛 熏席原生嘛 熏席原生是什么 就是种子积极易熟嘛 那种子积极易熟又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现在现行杂染贫乏嘛 他于此设常 他于 你有了现行杂染贫乏 他就设常为种子 就是果性嘛 现行杂染贫乏就是 就是你那个种子的来源 所以现行杂染贫乏不是 现行了就就就就反正无常就没有了 不是这样 他会有一个后视力 他会有一个果 那个果我们叫做熏席 也就是种子 也就是习气 也就是一种能量 在科学里头他不叫 他不用这种佛法的名词叫什么 熏席啦 习气啦什么 可是他叫能量啊 就是波啊 然后波力二元啊 对吗 现在的量子物理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有没有 可是科学只有到这里为止啊 告诉你就是这样啊 物质并不是 并不是实相啊 物质是幻象 他就是这样讲的 物质是幻象 而这个物质的幻象 物质从哪里来的 由信念产生 这样子物理就已经讲得这么清楚 但是讲得这么清楚又如何呢 他有教你如何在这个现实世界 现实现实世界重苦交间呢 怎么在现实世界里头处理苦 他有教吗 没有 所以科学是纯粹的智慧 纯粹的 纯智 纯智 知道道理 纯智 而佛法不是 佛法是要你知道智慧以后 这个智慧要用来让我们出离苦 就是出离轮回生死的大苦 假如要处理轮回生死的大苦 哇老天爷那就 那就有另外一种辛苦就是修行 修行也就是道地 修行道地 道地 同学你很清楚吗 你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我是觉得 我们 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 我们活在21世纪的好处 绝对不在于什么工业很发达 很什么什么 各种各种享受很那个 什么手机啦 什么什么东西 网路啊什么什么东西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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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不用扫地了 有人工机器的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扫地机 不用怎样了 我今天看到的广告是什么你知道吗 夏天这么热对不对 现在六月真是热的实在不像话了 夏天这么热你吃什么 他的广告词就是 免费送 免费送到家 你可千万不要上当 免费送到家可能是在讲 他现在广告期间不收那个运费 有没有 但是食物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绝对不可能免费 可是他的广告不是这样写 他的广告只写免费送到家 免费送到府 要不然你去看忠孝复兴站 所以知道我今天有出门 我今天有出门 他就这样子写 这么热的天 哎呀 假如可以有人家 他的那个图片 看起来美味到不行 我告诉你那是图片 图片 那名称好听到不行 会让人家 因为你还没有吃到嘴巴 你没有实证 不是现观嘛 你是怎样 你就是明言嘛 明言包括两个嘛 一个就是他取的那个名字 一个就是你眼睛看到的 眼睛看到的还是明言 在我们明言的定义里头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都是明言而已嘛 佛法真的这么容易学你知道吗 真的这么容易学啊 真的这么容易学啊 好 好 韵呢 今天要讲韵 善巧 那就表示我们已经讲完 十二个所知识同分影像里头 的五个进行所缘 五个进行所缘 进行所缘 讲完了就要进到善巧所缘 然后进货所缘 所有的道理都已经 都已经 真的都讲过了 那 五个善巧所缘 那你要先知道这五个 是哪五个嘛 也就是 是运善巧 借善巧 处善巧 缘起善巧 和处非处善巧 刚才我们前面讲运善巧 还有一个处善巧对吧 的处跟处非处善巧的处 不是同样的意思 处善巧 那个处指的是内外处 也就是十二入的意思 对不对 是不是有十二入 所以叫六入处嘛 有内六入外六入的十二个处嘛 这是处善巧 在哪里修 因为他是在这边修 因为四是在十二入啊 内六入外六入 两个交涉的时候生四嘛 是在这个地方修啦 就说你的 你的觉知训练是在这个 这个时候训练 好 这个是处善巧 处非处善巧指的是因果 是正因果还是不正因果 是因果如实之因果 处非处善巧是 如实之因果 就是正因果还是不正因果 那因果是什么意思啊 因果其实就是什么 缘起 因缘果的建立 就是缘起的道理和因果的适用 这样的事项上面看到 就是他的作用发生的 那个结果 叫因果嘛 同学你们这些都熟吗 熟吗 你 你现在不熟 没有关系 同学 我只是说现在 没有关系 你假如一直没有关系 你就等着死 下一辈子来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要听得懂 比较重要 你听懂了以后呢 回去把它弄熟 现在课堂上 我就算把自己 当录音机用 一再重复重复的讲 你还是 你还是不可能很熟的 熟一定要经过串息才熟 串息才会熟 不是这样听几遍就会熟的 是串息串息 串息 精进的串息 注不放逸 精进的串息才会熟的 熟了以后你就看 就像我一样 我 我 我真的不骗你啦 我假如眼睛张开耳朵睁开 就是这样子啊 也就是所谓的根触对境 就是源源不绝 佛所说的这些道理嘛 证明你看巴就是这样 对啊 我就同意就是这样 佛说你看巴就是这样 我就说对啊 就是这样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境界上面 就是这样 这个叫随观治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法柱字 你不可能有随观治 你连法柱字都没有 就是这种念注你都没有 无常苦无我空 这个念注你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会有随观治 你哪会有随观 你碰到境界只会习气陷起啊 你碰到境界怎么会有随观治 你少臭美了 懂我的意思吗 你没有法柱字 你就是阿陀纳是为一子为建立 故六四生转嘛 你首先要独一进处 专精是为柱不放异 建立你的 建立你的什么 法柱字嘛 然后你才会转成 你才会转成 不是阿陀纳是为一子为建立嘛 你才会转成以法柱字 为一子为建立 故六四生转 这个六四生什么时候转 跟对境嘛 你的六四生什么时候转 跟对境嘛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跟对境 处心所嘛 三合约处处心所 你跟对境的时候六四生转嘛 那你跟对境 这个时候六四生转 你的六四生怎么转 只有两个 两个可能 一个阿陀纳是为一子为建立故 六四生转 对吧就是习气嘛 还有一个呢 法柱字为一子为建立故 六四生转 对不对 这个叫转世成字 阿陀纳是转成法柱字 转世成字嘛 问题是 法柱字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现在听明白了以后 一定要怎样 形成念柱 硬持于心不可引转为业 这个法柱字 你有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会护你的根啦 我们在学跟律语的时候有没有讲过 用念 护你的心 这就是跟律语 用念 什么念 念柱啊 四念柱啊 法柱字啊 护什么 护你的心嘛 因为你对到境界的时候啊 你对到境界的时候 全部是心分别 因为境界都是一眼镜嘛 都是心分别 我们要是对到境界的时候 我们没有修行的话 对到境界我们心怎么分别 叫邪分别 也就是颠倒 我们会颠倒的思维 我们会直以为实 你会把境界直以为实 直食贪嗔 这个叫做什么 轮回 The wheel of life 就在转了 感觉得到吗 所以事实上 虽然好像进一个新的单元 运山桥 哪有那么多新的单元可以进啊 还是一样阿赖耶士的缘起 只不过在四项上面看了啦 那你道理都不熟 你要四项怎么看 四项看 看的就是理无情有 你知道吗 你真实受苦啊 五蕴至圣苦啊 也就是十二元起到最后一定会讲的 如是一大 存苦俱集 你记得吗 十二元起 十二有之啊 他都是从无名原型 乃至到后面 爱情有生老死幽悲 老死幽悲 苦恼 然后结论 一大 如是如是一大 存苦俱集 记得吗 就这个啊 五蕴至圣苦啊 五蕴至圣苦啊 开出来就是八个苦 广说就是八个苦啊 我们通常在背的 我们只背法相 同学们 假如你把 你以为学为四就是背 背一些法相 八苦 对吧 生老病死 爱别离愿真慧 求不得 五蕴至圣 零分 假如考试这叫做零分 哎呀不要啦 不要零分啦 你毕竟也背了嘛 十分二十分 我随便你挑啦 你要挑几分 问题就是零分啦 它没有真实作用 你只是记得几个名词而已啦 真实的作用 所有这些苦就是 辛苦 辛苦就是五蕴至圣苦 辛苦所赦 就是唯一苦性啦 你还以为有乐呢 当你觉得有乐的时候 哎呀 夏天这么热 吹冷气很 这么热 有没有 你吹到冷气的时候 我都知道我自己输给这个 这个五蕴至圣苦 这个 你知道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 我们 我们央行有活动 就是 就是出去见习 可是这么热的天 我的老天爷啊 这么热的天 热的真的是头昏脑脏 早上我一大早就出去了 还没有吃早饭 然后又热又 又热又渴又饿 哎呀 老天爷重苦尖破 就在这个当下 重苦尖破 真的我不骗你 因为 你走的那个 街上 不晓得为什么 我太久没出门 而且我出门就只是 从六张离车站上车到中校复兴站 中校复兴站就是我跟对镜的时候 中校复兴在转车 然后下车以后就到这边 我就是只是这样对镜啊 你要我怎样 好不容易去对一个真实的 五蕴至圣苦的那个镜 霸苦尖破真的是 我发现台北到处都是工地啊 工地 这么热的天又工地你知道吗 那个噪音啊什么啊 那个车子被逼得 本来是 本来是 比如说四线道的 现在变成中间二线这样子 到处都这样子 至少我昨天去的地方都这样啊 好 正在这样子重苦尖破的时候 哎呀又热又饿又渴 而走过一个地方 是那个豆浆店 在就在 我们这条是杭州南路 就在杭州南路 可是比较靠近 头的那边的杭州南路 不是 不是这边 这边有一个 叫做青岛豆浆店对吧 不是这一家 不是这一家 还在更前面 哎 豆浆店满街都是啊 现在也是啊 三部一家五部一家的 可是那一家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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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排队 有在排队 按照我的习惯 有人排队我就会走过 我绝对不会去吃排队的店 只要有排队 我看到有人排队 我就会走过去了 我就会走过去 这样子 可是昨天我也想一想 在走哦 重苦肩破 不知道走多久 在排队这里至少有冷气吹 虽然排队啦 可是至少有冷气吹啦 那就排一下 然后 他排两队 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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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两条 到底要排哪一条 我怎么知道 我跟你讲千万不要try try的结果就是error try and error 我的经验就是这样 你记得以前呢 那个厕所要 一个门一个门去排队 或者邮局 要一个柜台一个柜台 排队的时候 每次你排的就是错的队 现在不是了嘛 现在都叫号嘛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那个豆浆店没有叫号 还是一样排队 两个队 到底要排哪一个 很危险 所以我就问 最后面的人 我就问他 这队怎么排 你知道吗 我问的两个是日本人 他们就指手 指手画脚 吃吃 eat eat 就排这一边 那假如是 带走 他这样我也看得懂 那就排这边 他完全用比手画脚 你知道吧 你看他多聪明 我用国语问的 我用国语问 这个队要怎么排 他怎么知道我在问什么 他的表达 完全精准 一点都不让人家误会 你看 所以语言不见得必要 对吧 心意沟通比较重要 对吧 听到我就完全懂 我就完全懂 完全懂 一直点头 而且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两个日本女孩 日本日本我发现 我发现 大多数的日本人 其实我看的日本人 几乎全都是这样 很爱排队 哪里排队的人多 就往哪里去 他們很爱排队 好 就排了 而且真的没有排很久了 就排到了 真的 是昨天我 因为是我重苦尖破 所以觉得 特别好吃 还是真的特别好吃 很好吃 特别好吃 尤其是豆浆 我现在要讲的 不是他豆浆多好吃 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居然做了一件 我几乎从来不会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了一杯冰豆浆 我从来不吃冰的东西 从小时候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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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几十年前 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讲 不要吃冰的东西 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喜欢吃 刹冰 刹冰是冰的东西 最冰的 刹冰 有没有 我妈就三粒五身 跟我说绝对不要吃 刹冰 所以我就慢慢养成一个习惯 我不吃冰的东西 顶多了不起就是 冷 而不是冰 冷 就是没有放冰块 那个冷的 冰箱拿出来稍微放一下 让它 不是那么热 是有一点在回温 但是不像室温那么热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就只是这样而已 好 我居然要了一个冰豆浆 不过好家在我发现 它的冰豆浆就是 就是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它没有冰块 因为它是 一杯一杯 它是 放在冰箱里头 冰了 但是没有加冰块 然后 封好 有没有 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封 有没有 然后放在那边 所以都已经有一点回温了 这样子 没有加冰块了 你看 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我很清楚 我不是不清楚 我知道 我知道我做了一件 我平常都没有做的事 为什么 我也知道 因为我真的觉得重苦交迫 我在想 我叫一杯冰豆浆 万一真的太冰的话 我就再放一下 我就再放在那里 放 等它那个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太有把握 你学了 你不要太有把握 真的 那个境界还没有到 你以为你不会怎样了 你以为 那个境界还没有到 你境界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连一个这么修夸的事情 不过就是流些汗而已 有什么关系 你就跟自己说 那算什么事啊 不过就是流点汗而已 你看流点汗而已 汗而已呀 慢慢慢慢就是 头痛什么了不起 不过就是头在痛 又不是我在痛 牙齿在痛 又不是我在痛 你真的痛到不行的时候呢 就变成你在痛了 牙齿是你吗 不是啊 你会说牙齿不是你啊 可是你你会说牙齿不是你 不是你 你会说牙齿不是你哦 但是痛了 痛了 牙齿痛不是痛 他不是你在痛 但是痛的要死人了 有吗 所以不是不是你你你你你嘴巴讲 不是是境界还没有到 你那个境界真的到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看我昨天就 我昨天就要了一个冰豆浆 至少我在柜台 柜台点的时候 我跟他讲我要一杯冰豆浆 我自己心里头会笑自己 哈哈哈哈 我心里头 你知道吧 笑自己我会要一个冰豆浆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同学们 你不要做一个真的那个境界到的时候 你做的那个事情是你付不出代价的 你那个代价付不出 你付不起啦 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付不起啦 你付不起啦 我昨天要了一个冰豆浆 我平常不会做的事 不过我知道那个代价我付得起啦 你懂吗 你不要做一个事情 你那个代价你是付不起的 我告诉你 所以虽然我们只是在讲一个 今天要讲运三桥 可是我们讲完运三桥 五运的三桥 五运喔 就是三桥所缘 五个五个五个三桥所缘 不是 讲完运三桥 五个三桥所缘 五个三桥所缘 三桥所缘就全部讲完了 你说哎呀我这么快 哇以前进行所缘 我们讲了多久啊 我不知道啦 可是只是阿赖也是缘起 就是缘起三桥 就讲了两个月啊 整整八次啊 对吗 而八次还不包括 为了讲缘起三桥 就是阿赖也是缘 阿赖也是缘起前面的铺牌 那个前面的铺牌 都是半年以上 对吗 可是今天三桥所缘 五个三桥所缘 五个今天一次就讲完 而我们一次就讲完 只讲一个运三桥 你懂我的意思没有 也就是运三桥总说了 明白吗 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 什么叫做三桥所缘呢 在十二个所知之童分影像里头 五个进行所缘 五个三桥所缘 五个三桥所缘 两个进货加起来十二 五个三桥所缘 什么是五种三桥所缘呢 那就是运三桥 戒三桥 处三桥 缘起三桥 处非处三桥 这五种三桥 这五个 但是由运三桥总显 总显五种三桥所缘 就是只讲一个运三桥 不是偷懒 后面都不说 不是啦 就是你明白了运三桥 你五个全部明白这个意思 懂我的意思吗 好 为什么 因为运就是这个世间万象 就是一切有为生灭法 一切有为生灭法 一切有为法就是无常法啦 这一切有为法是什么 运就是运就是已经果相了 因缘果建立 所以果 一手果 果相出来了 这一切有为法就是果相 它是什么 果相是什么 运 运 你不要以为 同学们 你千万要有这个习惯 你不要以为 我们在讲果的时候 果当然是因缘果建立的 所以那个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一塌起 可是同学 我们不可能 我们是凡夫啊 凡夫跟圣人的差别 也就是 就是什么 我们是凡夫啊 是不见一塌起的 我们见的是什么 都是遍迹所指向 也就是一言进 第六意识分别出来的 一言进 你永远要有这个 这个正念念著 你以为你看到的就是 哎呀就是真实的 就是一塌起的那个 那个那个 因缘果建立缘起的法 你假如有这样的想法 把他当成真实的 你就是思念了 你就是忘了正念了 思念了 这样懂吗 思念就会有 思念散乱恶会 这是一贯作业 跟生产线一样 一贯作业 你的心一思念 你的你的心一思念 那表示什么 就是 攀缘了 你的境界是散乱的 攀缘了 攀缘了 一思念思念就是攀缘了 攀缘了 你的心是往外攀缘 攀缘 那个是恶会 绝对是恶会 为死起参生 邪分别 邪分别 邪分别会怎样 邪分别你会有 有所得吗 你会觉得有所得吗 有所得 不知道你得什么 反正就是有所得 有所得叫做贱慢 贱慢 有我贱有我慢 有我贱有我慢 哎呀好清楚的 第七莫纳士 把你全部包覆起来 覆盖 全部啊 全部啊 以及你第七 第七莫纳士 把你整个造的 这叫做什么 密封的 就是 整个整个整个 我吃我见 我慢我爱 四大烦恼 藏香水 有情日夜 正昏仪 你知道我们凡夫 没有 我们凡夫 凡夫的样子是什么 他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这样 虽缘指我量为非 都是非量 邪分别 邪分别 非量 邪分别 邪分别就会有贱慢 都是非量 知道吗 第七莫纳士好厉害 他也是一样 横 第七莫纳士 横 只要你活着你就有第七莫纳 假如没有修行 没有转四成字 转八四成四字 那个转四成字 假如没有转四成字 第七莫纳士是横的 跟阿赖耶士是互为表里 你这样懂吗 他们两个永远在一起 乱生兄弟 他们两个永远在一起 也是横的 可是阿赖耶士他虽然横 他无父无忌 第七莫纳士有父 他为什么有父 因为他横省吃粮 我相随 第七莫纳士用什么表现 有我 有我 只要你觉得我看到了 我听到了 有我 有我 我 有我 你就是 第七莫纳士当家做主 第七莫纳士 在家把张开 你就是这种情况 有我 横省吃粮 我相随 这是第七莫纳的形象 横省吃粮 我相随 你可千万不要嘴巴会讲空空空 你没有这种无我的智慧 你是不可能空的 一点都不空 假如没有无我 你已经到无我 随时随地是无我的 无我的修养 你是不可能 你嘴巴讲再多的空都没有用 你懂我的意思吧 横省吃粮我相随 只要你活着就是这样 一分一秒你都没办法 你都没有办法 这种细腹 真的 你一定要先 这些东西要先文思 对吧 你要知道 不知道你就是不知道 怪不得你了 可是假如你知道了 我们现在都学过了 你还是我知道 但是知道又怎么样 昨天下午就有同学讲啊 他这些提起座意来的时候 知道啊都知道啊 都知道啊 谁原始我量为非啊 都知道啊 但是知道又觉得无可奈何 又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你就摆烂好了 摆烂嘛 你就摆烂嘛 自己跟自己说不知道怎么办 我无可奈何 就等于你 你甘心百烂嘛 找借口嘛 借口 借口 借口处处啊 便便处处 处处便便 都是借口 跟你讲 哪里没有借口 最大的借口就是什么 最大的借口就是老病 老病 没有办法 我这么老了 我没有办法 我病苦啊 老啊 病啊 借口 你说老病怎么是借口 老病是什么 老病是事实啊 只要你有生就有老病啊 那你为什么拿他当借口 你听懂了意思没有 老病是不是事实 是啊 只要有生就有老病嘛 那你为什么要拿他当借口呢 不是因为越是老病 你越是要修行吗 反而用老病做借口 这脑筋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脑筋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我是多么想不通这件事吗 只要出门 不出门当然不晓得了 只好打开电视看看 只好打开电视看看 人间是什么样子 只好打开电视看 那假如出门呢 你就看到啊 你看到有的 你看到有的老人家 走的动的在外面 爬爬爬 走不动的呢 就看到发呆嘛 你要做这样的老人家 你说不做这样的老人家 就表示在老病嘛 老病 你不晓得吗 所有这一切的现象 所有这一切的现象 总结 就是两个字等死嘛 人从出生难道就是这样吗 等死嘛 中间呢 年轻力壮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真的无所不能的 那种年轻力壮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造业啊 有欲有求啊 造业啊 那个叫造业啊 造业 假如每天都是这样想 很自然而然这样想哦 不是把课本佛书拿出来才这样想 不是啊 你真的是这样子 心里头真的是这样觉得 硬持于心不可引转的 你知道吗 你真的这样觉得 怎么可能 假如你真的这样觉得的话 你怎么可能不精进呢 因为假如你真的这样觉得 你一定 独一尽触 专精思维 助不放逸 大乘唯一善根 大乘唯一善根 就是这个 金金 什么叫金金 独一尽触 专精思维 助不放逸 我同学们 我不是在骂你们哦 绝对不是哦 所以运善巧就是这个宇宙万象显现的因缘果建立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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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为法无常胜灭的这个这一切原生法就叫做运了运 所以运善巧就是阿赖斯原起以后阿赖斯原起讲一个道理一个概念法你把它永远当一个道理学你的生命就白白浪费掉了啦 虽然你觉得自己在学佛嘴巴学假如你在这些佛法的道理你在你的日常生活生命经验里头就是生活你知道吧处处都看到佛说这样真的这样佛说这样真的这样你处处都这样看到就运善巧明白没有 你明白运的意思了没有明白了吗运是什么就是这些啊有为生灭法你这样知道吧这一切法运是什么就是这个因缘果建立的这一切有为有为的生灭法嘛也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常法就是运嘛这样听懂了没有好运运善巧 由运善巧就总显无种善巧所缘 我先很简单的讲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运善巧会总显无种善巧所缘 因为运是果果相它是因缘果建立那个果那个事相已经显现的果相 可是你知道所有我们的事相我们的境界相都是怎样生起的 跟对境事生时代彼相起对不对 你事生是是是是是就是戒意戒 种之意戒你在跟对境的时候 由运言熏悉心里头的本来是随眠味的运言 运言随绝变成运言 本来是明言味言说随眠变成现形味就是言说随绝了 听得懂吗 这是戒 你跟对境的时候 怎么生起境界相 要士生起来才会生出境界相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什么戒士你的种子味要生起来 明白吗 从阿赖的事阿赖也是就是言说熏绝心 从阿赖的事里头这些言说的随眠变成言说的随绝 就是见闻秀场觉知了生起来 好这是戒三桥 那处三桥呢 处就是刚才说过了内六入外六入这十二入处 这样明白吗 你的士要怎么生起来要跟对境啊 内六入对就是接触接触内外六入内外六入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内外六入 假如有当然要有条件嘛 最重要就是座意嘛 你有座意没有座意完全就是见而不见 视而不见嘛听而不闻嘛 最重要就是怎么让内外 内六入外六入庚和禅怎么样让他交涉 交涉你才会 你才会你的世界才生起嘛 怎么样让内外交涉 最重要这个时候要有 要有什么 座意心所生起啦 隐 座意心所是隐心去静嘛 你隐心去静怎么什么意思啊 就是心种子刚才讲的心种子生起来嘛 所以座意心所的定义就是 仅心种另起 隐心种去静 这样明白不明白 当你肆意生起来一定是五边形 处作意受想是全部具足 我们讲的时候 讲他的圣作用一个一个讲 但是事实上呢 你一开始跟对静的时候 这个五边形心所里头最圣的作用 是座意 这样听得懂吧 然后接下来呢 座意了 跟对成了 两个交涉了 跟对成以后四生起来 这个时候就处心所 我们就特别讲处 他的功用最圣 可是处完了立刻就有受 习气生起了受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会讲受 这样明白吗 对一般颠倒凡夫来讲 最强的作用 一般颠倒凡夫来讲 有没有 最强的作用是什么 明显的作用是什么 受就是受 知道吧 假如我们的受是颠倒的 我们的受是不如实的 我们的受是不正知的 你就会用想增上 然后起获造业 就已经造业了 私心所起来了 就是行运了 造业了 造业以后你要怎样 就受苦嘛 造业你就受报嘛 就是苦嘛 一大苦聚集 我是不是已经把五运讲完了 从哪里 从跟对静十二处对吧 然后戒 戒要生起来 就是种子为要起先行 戒 有没有 你们是不是都记得嘛 戒的定义很熟吗 戒者是什么 因义种子义犯仇义嘛 戒 对吧 戒嘛 然后呢 那个过程呢 总之六亿的十二元起嘛 对不对啊 那你假如 假如再熟一点元起的话 你就会知道元起八亿嘛 元起八亿 重点是两个 元起八亿 重点是 元起八亿在讲 结论了 先跟你讲结论 李友琴 就是无我嘛 那这一切是怎么搞的 自业所做 那中间就 就有比较要学的啦 你元起八亿最重要是跟你讲无我 这是结论 不要忘了哦 这是结论 可是你不能只背结论 无我啊 你明明就是有这些流转啊 这些流转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知道啊 这些流转全部都是自业所做啦 那自业所做的这个 这些微型流转向哦 他会有相似相续 因果的相似跟因果的相续转 明白吗 明白吗 这个是看到什么 看到很明显这个已经在讲一塌起了嘛 一塌起 站住 无常 有没有 可是虽然是一塌起站住 无常 这些都在讲无自信了啦 无我啦 无自信了 可是有一个 他无实 他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的 但是他有作用 他无用 就是无生 他不是真实有生 但是他有作用 所以我们不是学过吗 都无有宅主及 作者受者 作者就是那个业了 你的自业所做了 受者是什么 业一手了 就这样啊 都无有宅主啊 没有无我 没有宅主 你不能预令如是预令不如是的 所以无有宅主 没有作者 没有受者 作者是什么 自业所做啊 所以作者是业嘛 那受者是什么 业一手嘛 你就受嘛 广报 这样明白不明白 都无有宅主及作者受者 诸法亦无用 无用就是没有真实的生啦 无用 无生的意思啦 诸法亦无用 就是无生的意思 没有真实生什么 就是刚才讲的业一手 诸法亦无用 而底下很重要 用转 非无 用就是那个势力 那个功能 一直转变转变转变 这样懂吗 怎么转变 你要再去更深的知道 就要知道总是六亿了 而用转非无 显现出来 因缘果建立的这个 这个世间 世间就是有为 有为啊 有为就是造作法嘛 有为这些这些法 是什么 为十二有之运处戒流转 然后神是此一切 众生不可得 对吗 这都是我们在学运善巧的时候 你要学运善巧 你这些东西 这些底子要有 假如底子没有 你这些道理 这些底子 这些正知 正知 形成正见 正见在形成念著 假如你这些底子 没有跟你讲四相 那不是对牛弹琴啊 你有没有那个感觉 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们讲的运善巧 全部都是好像在大整理 好像要验收成果 看你们到底怎样 学的怎样 验收成果一样 大整理 有没有 不是跟你说都讲完了嘛 阿赖也是元起讲完就应该都讲完了 现在好像在 四相上你看得到吗 阿赖也是元起 你看阿赖元起 虚习原生啊 为什么会虚习原生 因为虚习以后会聚集嘛 就是涉藏嘛 对吧 然后那个势力一直涉藏涉藏 那个势力会怎样 越积聚那个势力会越强盛嘛 他总有爆的时候吧 有没有 会吧 会吧 他总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吧 就是这个意思 就运了嘛 运就出来了 这是不是讲元起三桥 对吗 而元起三桥是不是在讲正确的因果道理 再讲正因果嘛 处正因果 正确的因果道理 非处呢 那就是不正确的因果道理了 不正确的因果现象了 所以用运善桥 他说 由运善桥 总显无种 善桥所缘 同不同意 假如你们熟的话 就会一看就知道为什么 运善桥总色无种三桥 假如不熟的话 你就觉得这是五个 要一个一个学 哎呦 怎么那么多老天爷啊 佛你老人家累不累啊 佛他老人家说 你冤枉我啦 我哪有 我哪有 我只不过讲了两个字 叫做元起 我从头到尾 49年只讲这两个字 元起 你们就在这个因果里头啊 不正的因果而已啊 你们就在这个 因果里头啊 世间万象就是两个字 因果 因果 他显现什么样的因果 问你啊 因为都是业一手 因果都是业一手 所以看你 问你啊 你做什么业嘛 都是置业所做嘛 做者就是业嘛 置业所做 而显现出来这些因果的这些 已经显现出来的象 就叫做五韵嘛 这些因果的因果 这个果 果象 果象 果象是什么 果象就物以类聚 你高兴怎么样 高兴的人大家在一起 就是那个样 就是那个样 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样 天堂和地狱都一样 娑婆和极乐都一样 完全一样的道理 到现在为止 同学们 听得懂得举手 OK 那 觉得 觉得就是希望 希望我还要再重讲一遍的举手 OK 谢谢你们 好 我们下面开始进运善巧了 好 运善巧 先讲运是什么意思 运意 运是什么意思啊 运 两个意思 一个运就是 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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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五韵又叫五聚 听过吧 你总听过吧 五韵又叫五聚 他就是聚集 聚 聚集 聚集 聚 运意 聚意 还有运 比较少讲 那是古时候的 比较 古时候比较看得到 就是先一点的书比较看得到的 运是什么意啊 运就是因 因意 所以五韵又叫五因 懂吗 可是因你去查这点 因是什么意思啊 因啊 阴阳的因啊 因是什么 啊 未显的覆盖的那一面啊 阴阳阴阳嘛 阳是显的那一面嘛 阴是什么 没有显的覆盖的那一面 对不对 所以运有两个意思 所以运有 五韵又叫做 五聚或者五因 要明白吗 很可惜啦 我们都是五因啦 五因啦 你这些幻想哦 五因这个显得就是幻想了 这些 这些 五因的像哦 覆盖了 就是因覆了 因了 覆盖了什么 实相 那个无我的无声的 那个实相 我们很熟五韵啊 可是你们知道五因的意思吗 以前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 有听过吗 好 要讲运善巧的时候 就会比较强调 他是句集来的 就是阿赖也是 种子积极一手来的 这个我们学 阿赖也是远起学过了 可是他覆盖了实相 这个你一定 叫念住在心 没有念住在心 你把这个幻想 幻想直为实 就是什么 思念 散乱 恶灰 这样懂不懂 你看着 你看着 这个宇宙万象 你看着他 你看着自己也一样 自己这个根深 自己的一生 你的一生到这个年纪了 不是十几岁 到这种年纪了 可以看一看 你这一生 你要这样过一生吗 这就是你要的嘛 那以后呢 以后除了等死呢 好 你自己看一看嘛 看一看 常常这样看一看 看一看 很重要就是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吗 两个字就说完了 这一切就是因果嘛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吗 这一切就是因果嘛 怎么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因果 你置业所做嘛 那个就叫缘起了 这样听得懂听不懂 他不是真实的 但是还有的确存在 大部分 我们在座上修的时候都是修这个 都是修这个 你都几乎离不开 最后不管是一开始是这个 还是结束是这个 都离不开这个 都离不开这个 缘起 阿赖也是的缘起 缘起 都离不开 你不管是从 这个外向 我们这个真实的宇宙万象 这个象下手 还是你从真实的那一面 法性下手 最后结论都一样 都是礼无情有 都一样 都一样 结论都一样 都是这个如幻的 这个幻象 外面这个 这个如幻 这个幻象 覆盖了 让你忘了 思念了 思念 覆盖了 那个 那个实相 那个无生的 那个无我的 只是为行而已 就是自业所作 行 为行而已 无我 覆盖了这个实相 那你现在学过了 学过了问题 就是思念的很严重 就是会忘念 我们 我们有 我们曾经有一节课 不是讲了那个 智慧的咒语吗 就是文书咒 还记得吗 有人记得吗 对 阿拉伯扎那帝 阿拉伯扎 阿拉伯扎 阿拉伯扎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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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是第一个字母 所有的言说 第一个字母就是阿 阿 阿 阿是第一个字母 所以所有一切的 刚才讲过的 阿拉也是缘起 缘起的两个脚 一个为式 一个空性 然后显现的宇宙万象 就是因果 这个就叫做 诸法如意 如其所欲 那文书咒 是直接 直接 那个法性的 法性 直接 直接 直接诸法的实相 直接 直指 那个法性 他是这样下手的 所以他是 阿下手 下面讲的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现象了 然后阿拉伯扎那帝 五个字阿拉伯扎那帝就是帝 帝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真帝俗帝 一样的意思 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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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在 用这个咒语 背这个咒语 讲得很快的时候 念得很快很快 阿拉伯扎那帝的时候 到最后就只念地 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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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地 地就是真实语 地地地地 可是同学 你自己念过 试过你就知道了 你碰到境界的时候 你就对着他阿拉伯扎那帝 也没有用 就像我说我们常常拉开来 不要黏在境界上 你闭一下眼看一下呼吸 拉开来不要黏在境界上 可是你对着境界 你就算闭一下眼 看一下呼吸 你睁开眼的时候 还是 还是黏在上面 你干脆就直接去流转 就是直接去死算了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很生气 我到底在学什么 你应该很生气 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 你很生气 这个时候 你绝对就是要把自己关起来 独一近处 专进四为 助不放异 而不是我再去学 我再去学 我学这个 我学那个 我学这个 我学那个 你听得越多越没有用 你听得越多越没有用 自己听得越多还越混乱了 脏飞打越飞了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当你觉得你没有 你怎么学这么多了 还是这个样 没有什么用 习气还是远远的 就是魔王了 习气 他远远的大过于你的 你的这些法治 法的智慧 法助之 你那个时候 你应该想一想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真的 而不是说 哎呀 每天上课 礼拜一上到礼拜天 每天 自己好好想一想 都自己好好想一想 一定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自己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不要颠倒思维 运是什么意思啊 运意 就是聚意跟负 负意 所以五运又叫做五聚跟五因 那运差别呢 有几种运 差别就是有几种运 就是 就是五种运嘛 色受想行事嘛 色运 受运 想运 行运 事运 五种运 而五种运 就是五种差别运 都各有 每一个运 色运有十一个运之 受运有十一个运之 你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只有色运 我们每次都用色运做例子 所以你就受想行事一复如事了 那你就根本没修 修止观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 好好看自己的受 就十一个运之一个一个看 我举一个例子 色跟受密切的相关 因为我们的受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们的受都是怎么样 你跟对静以后生起的受嘛 所以受叫做领纳 领纳什么 领纳境界 领纳境界那个境界呀 你觉得怎样 如你的意不如你的意吗 或者你根本无所谓的 就苦受勒受 不苦不勒受就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叫受对不对 对吗 这以前我们在讲武运论或者管武运论的时候 不是都讲过了吗 对不对啊 现在的同学们 你们在学受 受 受 你们在学受 受 记得那个受是一个新锁 五遍形 触作一受讲师里头 受 一个新锁 你们在学这个受 这个新锁的时候 没有看到自己学错了 不善巧的学 有一个陷阱就是受你就直接背 受有三受 苦受勒受 不苦不勒受 对吧 你是不是这样子学的受 那就错了嘛 受是什么意思 你要看看受是什么意思嘛 受是一个新锁嘛 那个新锁是什么意思 那个新锁 受那个新锁是领纳境界嘛 领纳 领纳境界嘛 领纳境界以后才会生起感受嘛 所以受的自信是领纳嘛 就是受的定义是什么 领纳嘛 而不是三受嘛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你还广分别了 三受又分成 可以广分别到无量受你知道吧 我们背的就是什么 21受或者多少受 圣经病 一开始学就要学得对 绝对不要广分别 一开始 所以受 你要学受的定义 受的定义是什么 领纳 领纳什么 当然是领纳境界 要不然你领纳什么 你为什么会领纳境界 因为我看到啦 我跟对成啦 这样明白吗 好 陷阱就是 假如你没有学为师 陷阱就是 我跟对成啦 我看到啦 你就以为你看到的事就是那个真实的 你学为师你才知道 你看到的是你看到的 他真的是真实的吗 不一定喔 因为你看到的是你看到的 对不对 对不对啊 你看到的才是你的境界 你的所谓现实境界 也就是看到的我们叫什么 见嘛 见嘛 就是掩饰嘛 见就是掩饰的意思嘛 根成是 根是什么 仰耳鼻舌生啊 尘是什么 现在讲的尘是一塌起的 是那个疏所缘的 一塌起的 色身相位处嘛 可是你真正见到的 不是色身相位处 色身相位处都空五相 你真正见到的是什么 是世上的相 世上的相 我们叫做见 闻 秀 藏 觉 是知来的 知 知 有知 第六意思的分别叫知 知 知来的 你才有你的见闻 秀 藏 觉 你才有你的见闻 秀 藏 觉 你是这样学吗 你一开始假如就这样学 学得对 后面神好多事喔 对吧 就像我说 我们学色的时候 色是什么 色的定义是什么 色法 色法的定义是什么 色 色 色大所造色 是不是这样 定义是不是这样 色大所造色 我说不要这样 你一开始学的时候 你学多几个字 正确一点 能造四大所造色 所造色不会凭空来的 所造色是怎么来的 能造四大所造色 你不过就是多学两个能造而已 能造四大所造色 所造色是四大所造色 你多学两个字 能造 你就会从所到能了嘛 所有止观都是在修能所嘛 从所到能 从所到能嘛 能嘛 能造四大所造四 那能造四大 这是什么 能造四大是什么 能造四大 他就是 他就是 讲白话一点 他就是能量啦 这个能量怎么来的 后势力来的 你所有做过的现行 那个现行 现行为什么说 刹那面 刹那面就刹那面 应该没有啊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会熏悉啊 那个后势力啊 果具有 就是这个果种字 果 所以现行杂染品法 于此设常为果性故 于比 当来的现 当来以后的现行 于比设常为阴性故 这个是最重要的 阿赖耶士的三常根三 三性 那个三性 智性 果性 因性 智性什么 智性就是因果性 那你从哪里下手 果性 你现在有了造作 就是现行业 造作 就会有种子 就会有后势力 那个叫能量 一种是能 是能 是能 他以后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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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他以后会有作用 作用生起 就是当来的一塌起 那现在的杂染品法 现行就过去了 刹那就灭了 为什么会有势力呢 就是明言熏悉 所以明言熏悉心故 或者言说熏悉心故 也就是戏论 也就是戏论 乐着戏论 熏悉为因所生一切种子 然后当来的现行 就叫做一熟 又他又在一熟现行 这不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阿赖也是吗 阿赖也是吗 从种子到易熟吗 中间经过的这一段就是聚集了 到底你们什么地方还不熟呢 好 韻 就是五种差别韻 各有十一个韻之 你自己要 我都不写了 你因为你应该很熟了 你会背了 十一个韻之啊 这样 需要我再讲一次吗 十一个韻之 第一组就是什么 过去现在未来 可是你不要用背的 你背十一个韻之 考试的时候 你背十一个韻之 零分 你说这好奇怪喔 你叫我写十一个 我给你十一个 一个都没有错 为什么零分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你心起来的生 就是你的心啊 生了 我们说起心动念了 你的心生了 生是什么 就是这十一个啦 假如你不是这样子 考试不是这样子告诉我 你就零分嘛 你只背十一个名相干嘛 你想想看你的心怎么 什么叫做你的心生了 通常我们心生了都是怎样 不是在希求未来 对未来有一个希望 他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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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希望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不要下雨 心生了 等一下不要下雨 我们去吃什么东西 等一下去吃什么东西 这就是你的心生了 你知道吧 这是什么心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未来的心在现在生了 未来希望 还有呢 老人家越老 越是顾念过去的心生了 奇怪呢 这个老头啊 怎么越老越讨厌 以前他不是这样啊 怎么越老越讨厌 你都是在想过去 过去 过去 你不知道 生活是很折磨人的 生活会让一个人完全改变 你不知道吗 难道你自己没有改变吗 只有别人在改变吗 你呢 你现在这个样子 在别人看起来 大概一样面目可正啊 那为什么 你只看别人面目可正啊 小孩子长大了 怎么越来越不体贴了 小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啊 好体贴呀 好可爱呀 妈妈我爱你 现在呢 不讲话 我昨天好 昨天不是热得要命吗 真的热得要命啊 唉 我喝了豆浆以后 你知道我干嘛吗 因为喝了豆浆以后 时间还是太早 下午的课 我太早跑来 不晓得 不晓得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待啦 不知道啦 所以我也不想太早跑来 跑来基金会 因为是下午的课嘛 对吧 我喝完豆浆以后 大概几点 大概九点吧 我想到差不多十一点啦 就可以去准备一个午餐 我昨天就去Seven买了一个凉面啦 就当中午的午餐啦 然后准备下午的课嘛 这样子不是比较好一点吗 对吧 那我九点到十一点要怎么办 我喝完豆浆才差不多九点 我要怎么办 好 我去了那个 好再走一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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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你知道我刚才不是说杭洲南路嘛 杭洲南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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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知道那边有一家路易沙 路易沙 有没有 就走到那边 然后就进去45块钱点一杯黑咖啡 就给人家做到11点 然后11点出来以后再隔壁 隔壁不是就有便利商店吗 有没有 你一出来就有 有全家有Seven什么都有 你都知道吧 我讲的越详细 活灵活现越详细 你们就会跟我一样的感受会生起来 就不是概念法 你的感受会被我带起来 你的感受被我带起来 就是被我这些白苗 因为你没有跟我一起经过 我只好讲给你听 这个叫白苗 听得懂吗 就会让你生起感受 好 很热 去吃了豆浆 而且还冰豆浆 然后吃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才9点 这才9点 我不能坐在豆浆店 那豆浆店是绝对不能坐的啦 你吃完马上 人家立刻就把你 就收走 因为别人就等着要坐 人家在等那个位置嘛 所以立刻就要离开 而且那里你就算有位置坐 人家不赶你 你也不可能坐 你知道吧 你知道那个豆浆店热红红的气氛吗 那种 五蕴之盛也一样 那种好像空气里头都在冒烟 或者空气里头都有什么在滚动 那种感觉 你们有吗 生了起来吗 一定就离开嘛 离开走走走 就到刚才讲了那个路易莎 我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坐下来 坐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是啊 讲瘦啊 讲十一个运之啦 你们一定要 你们不要被我的故事情节 就是电影情节带走啦 你要常常想到 电影后面永远有白幕啦 那个荧幕啊 screen 好不好 我们是 你不要被前面故事情节 你就忘了 就是我们是从哪边这样讲 那个 我们在讲十一个运之的 瘦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已经举过例子了 未来 对吧 然后我现在不是要讲过去吗 然后我要讲过去 所以我有讲了 为什么你现在看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越亲近的人 越面目可正 有没有 有没有 你没有 真的你没有回头看看自己 是不是也面目可正 就是经过这些世间这些 以前你还相信世间有正义 你还相信世间的人本来都是很纯硬的 然后面面那些纯硬的白雪公主后来都阵亡 白雪公主会听阵亡 活不下去 慢慢慢慢这样 好 最明显就是小孩子 我现在才要开始 为什么我要讲 讲到路易莎 我昨天坐在路易莎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不是一个很大的咖啡店 小小的咖啡店 所以它都是一个这么小的小桌 然后一个一个很 很接近的 旁边讲 旁边的人讲话只要稍微大声一点 或者稍微引起你的坐意心说了 你觉得有趣 你就会听 你就会听 所以要不要听在你了 有的时候是境界太强烈 因为它太大声 会没办法把你牵走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想听 你的坐意心所升起 想听你就听得到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旁边坐两个女孩子 他们两个比我先去 坐在那里 看样子已经讲很久了 我自己 我自己在 弄我自己的东西 我也 他们两个在讲什么 我也 我也 就是我也没有去那个在意 没有 就是没有生坐意心所 去听他们在讲什么 没有 我要听是一定听得到 只是我没有坐意了 可是后来我 我就开始听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吗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 在劝另外一个女孩子 她用她自己生命经验劝她 这样比较有说服力了 她就说 她就说我的例子 她 她的话 她说我的例子 她说像我跟我母亲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是我们两个人 没有看到她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好 我觉得自己不笑 我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对她 可是只要一看到她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一看到她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克制 她说 所以我现在 她说她自己 我现在的办法就是 尽量 我做不到顺 我只做得到笑 我做不到顺 所以我就尽量 用笑 远距离的 就是不要跟她当面 这个面对面的 这个打鼓 敲锣打鼓 她说什么 比如说 母亲节一定买礼物给她 问她一下 你需要什么 就买给她 她就说 她只能做到这样 她不能够当面 她讲这个的时候 引起我兴趣 我就注意听了 好 可是她说 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跟她母亲 为什么这样子 她自己也实在想不起来 她妈妈到底哪里 对不起她 只要学佛你就知道了 这一定就是 业力的缘故 不晓得以前 他们母女是什么关系 业力的缘故 我当然不会去插嘴 我告诉你 这是业力 上辈子你们不晓得 两个人是 也许上辈子 倒过来 她是做母亲的 她做女儿 谁知道 可是这不是我 我要插嘴的时候 我这样听一听 我就开始也 就是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 就没有再听 可是昨天我就听到这个事 就是在路易上 你知道吗 你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没有那个宿命通 我们不知道宿命 可是佛都知道 佛为什么知道 佛为什么知道一切的心 佛为什么知道一切的心 我们就是 我们都是生这种心 过去心或者未来心 就是顾恋的心 或者希求的心 希望的心 那假如不是这样的话 你就一定是在畏着 就是染着了 执着了 你生畏了 生畏的时候 染着的时候 执着的时候 是现在的心 你现在的心 你现在为什么畏着 你现在为什么畏着 又一定是因为 过去的顾恋 或者未来的 或是未来的 或是未来的 希求 你总是在三心里头 看是哪一个比较强 但是你总是三心里头 过 你顾恋的比较强 你过去的心 你希求的比较强 希望 升起一个 你觉得自己 希望比较 未来的心里头 对吧 你说没有 我没有 就是现在 畏着 染着的心 你总是在三心里头 这个三心的积聚 是我们运的 最重要的一组 第一组 三个心 这样明白吗 你不要用背的 你背个过去 现在未来心 这是 十一个运之里头的 三个 第一组 干嘛 零分 这些心 都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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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显现在哪边 根深气界 根深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内相续心的 外显嘛 气界呢 也是一样嘛 也是一样嘛 你内相续心的外显 受用的 就是你受用的气界 受用的境界嘛 对吗 这不是内外两个吗 其他会分吗 你欲界的心 欲界的贪欲 特别严重 贪欲的心 这个叫做 粗 粗的心 粗 你自己都知道 很粗 粗的心 定爱呢 定爱呢 戏的心 戏 你觉得你了不起 我不贪着世间 这个 你的贪欲 心不重 你不贪着这个世间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你觉得自己 不取一向 如如不动 你在那个 定爱里头 定爱里头 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那个就是戏的心 粗戏就有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在我们欲界 粗的心里头 你就一定是 有胜烈 好丑 是非 这些 爱 非爱 这些 一定有这种 这是不是第四组的心 有没有 然后你自己去 回想 远的因是什么 近的因是什么 远近的心 有没有 十一组 十一个孕子 所以不是用背的 那十一个你会背 哎呦 十一个孕子 瘦 我刚才又是用瘦做例子 用瘦 瘦的十一个孕子 这样懂吗 射受想形式都一样 一开始 我们凡夫 一开始会生起 其他受想形式的十一个孕子 其他的都是因为 射跟对近 然后相续这样子生起来 假如是孕善巧的话 就于射如实之 那你的受一定是 无产苦空无我 跟你保证 是正之的 无产苦空无我 因为你对射如实之 听得懂吗 你就不会颠倒思维了 不会颠倒思维了 这个就是远善巧 于射如实之 于受 受就会正了 你就不会 你就没有 无 无颠倒的思维 你不会用想去增上 那个受 而是用想去调柔 你的那个 余下来的喜气 你会用想去调柔 用如理的思维去调柔 你就会 射如实之以后 受正了 你不会 你不会生起邪分别 颠倒的思维 你不会生起邪分别 这个无颠倒的思维 看得出来这是想吗 看得出来吗 你就不会有那种邪分别 邪分别 想 然后你就 你就不会 不会 不会 你就不会继续再下去 假如你颠倒思维 接下去一定是起获造业 就一大苦 至极了 你不会这样 就是远善巧 会这样 会这样 就是什么 就是不善巧 不善巧就是 余设不如实之 余受不了 不正之 余受不了 以想增上 就是颠倒思维 起获造业 然后一大苦聚集 完成了 十二友之 已经到一大苦聚集了 这样懂不懂 也就是无运至胜苦 一大苦聚集 无运至胜苦 已经到这边 所以假如是运善巧 就是余设如实之 反过来 余设如实之 余受正了 知道你的受是正了的 因为你知道 设是无常的 所以修正见 第一个从设无常下手 对吧 观设无常 如是观者 名为正见 这是第一正见 阿含经的第一经 所以你知道阿含经 是多实修的 都在讲实修 他一直重复的讲 重复的讲 重复到你真的是不想看 可是他就是这样 因为实修就是重复而已 你以为这样听一听 真的是见你的鬼了 你以为听一听 你知道习气是多么难对峙的 根本他不怕你去听这些东西 你听好了 反正听了你也做不到 为什么 魔为什么那么 你知道吗 冷笑 他知道我们这些人 就是听一听而已 顶多了不起 嘴巴会讲 你嘴巴就算是会讲到 像我这么会讲 那又怎样 遇到境界呢 倒不倒 你自己知道 你遇到境界就倒了 你就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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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会知道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根本用不着骗 你骗什么鬼 你骗不过的 你嘴巴还一直讲一直讲 也许还骗得到 骗得到几个你们台下听的 可是你自己是没有办法骗自己的 你完全没有办法骗自己 你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嘴巴不要一直讲空啊空啊空啊 你骗不到你的 就算你会讲到像我这么会讲 你还是要一样骗不到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那个 真的功夫就是无我的修养 你到底有没有 完全骗不到人的 骗不到自己啦 你骗不了 骗不到的 这样子我们运三桥就讲完啰 什么叫运三桥 你相对的看看 什么叫运不三桥 你就会更明白什么叫运三桥 懂不懂 好 结论 违运违世 违运违世 没有我 提醒一下 没有我 没有我 这一切违运违世都是什么 有违生灭法是缘起的因果 所以又再提醒一下 缘起的因果就这样 没有我 缘起的因果 我们那个地方 等一下会讲 如实了之有非常非常我们学过的 我只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当官设无常如是观者 名为正见 这个是你先把法助制建立起来 然后会有随观制生起 随观制三种随观制就是无常苦无我 这样懂吗 三种随观制 好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五种这是阿含经上面说的五种他就讲五种如实如实了之 什么叫五种如实了之或者说正知了就是极灭未幻离或者这个极灭未幻离开出来七种非常阿含经上非常有名的七种正知那就是什么未幻离下面还有四个 苦极灭灭道所有基本的修行都是在修的七个 未幻离苦极灭道或者简单的讲就是五个五个你在对到境界都会受就领纳境界吗你在受领纳境界的时候十二入处上面六六六内六外六在十二入处上面修 极灭未幻离 这这是你们知道吧你读余切斯基论修为是最重要的修叫做十二处修就是修这个内六入外六入处三合约处生四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重要要无名相应处你继续流转 假如是名相应处那就是如实正知的名相应处呢你就转移环面这个地方是关键点 所以常常问自己道理很简单何何名字有吗你问自己何处可当情 一直提醒提醒警觉心是要在这里生气到底何处啊何处啊让我注注着在当就是注注着在情上面了 你这样明白吗这是很很真实的语言就是会生起感受的你能够体会的语言而不是像金刚经金刚经无助生息 明明就是无助嘛何何名字有嘛生息你为什么生心啊你为什么生心何处可当情啊 这样懂不懂啊你不要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啊这个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宇宙万象就是这样子嘛 礼物就情有嘛你这个还不懂你就去背一个无助因无所助生什么心啊生六度的心 你太看得起你了他因无所助你因无所助吗生六度的心没有空没有波罗波罗蜜 你是六度吗你是六度吗还是轮回叶你懂我的意思吧到底懂不懂吗不懂不懂我也没办法了哦上课十分钟哦 好我们我们已经讲完白板上的韵三桥我们先来看卷二十七卷二十七的三桥所缘然后卷二十七的三桥所缘讲完了以后我们会留一些时间在讲白板上的结 这样可以吗免得到后来没时间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卷二十七没说 好为什么不用卷三十一呢因为没有完全没有卷三十一那边完全 他说三桥所缘进货所缘留着以后留着以后对吧你们有没有看过课本啊 所以我们用的我们完全用不到卷就是卷三十这个这个教材我们完全用不到啦 我们要用的是卷二十七 你看卷三十一这个地方讲完五个进行所缘讲完进行所缘到哪里到二十五页对不对对不对 然后讲完了进行所缘以后不是要应该是要接着讲三桥所缘跟进货所缘吗 然后他这边二十五页那个B那里他说若一指三桥所缘及进货所缘寻思六四差别所缘匹婆舌那于其自处我当后说 以后再讲了同学们拜拜祝你们活得够久以后再碰到佛来的时候他老人家终于想起来了我当后说的那个东西还没说呢 他就跟你再说一下那个就是当来下生米勒尊佛 对马玉切尸本来就是米勒尊佛说的嘛他会记得的 只是我当后说看你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还在人道不要你那时候不知道六道哪一道去了 你讲那个时候是在地狱恶鬼啊 好那我们我们这个地方你自己注意一下我们是要用他这里没有说但是在前面卷二十七的那里反而已经说过了 没有没有说得很清楚明白但是说了说了定义说了所以你这边注意一下卷二十七卷二十七四十九页所以现在翻开卷二十七四十九页 好都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看在四十九页这里你看到善巧所缘看到没有看到了没中间上面一点善巧所缘 都准备好了吗云和名为善巧所缘为此所缘略有五种 就运善巧借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然后底下开始解释运善巧 运善巧者云和运云和运善巧看到了没有可是你先看一下他五个善巧所缘五个 五个善巧所缘都讲完了以后他有一个总结是怎么说的你看一下在后面 在后面五十一页而已五十一页五十一页 同学你看到五十一页下面有一个结有没有五个善巧所缘讲完了 都五个都介绍了结找到了没 此五善巧略则为二一个志向善巧 这里的志向就是五个善巧所以有五个志向 这样懂不懂运戒处缘起处非处志向 五个善巧就是这五个志向善巧和共善善巧 共善善巧就是无常苦无我 无常苦无我总说就是空这样 五善巧略则为二一志向善巧 志向善巧就分五个运戒处缘起处非处 第二个共善善巧共善善巧五种善巧所缘都在讲 他的共善都一样的都在讲无常苦无我故空 都在讲这个这是共善善巧 底下由运善巧显志向善巧 由运善巧就显了五种志向善巧 这个懂吗志向有五种吗 所以由运善巧显五种志向善巧 或者是志向的五种善巧 运善巧全部都讲完了 那包括运善巧还有其余的善巧呢 由于善巧显共向善巧 五种善巧都是在讲同样的共向善巧 无常苦无我空 如是总名善巧所缘 这样明白吗 翻回来四十九页 九页 所以重点全部在运善巧对不对 把运善巧好好的多花一点时间 好好的好好的运善巧这里 你自己的五蕴嘛 你天天就是看着这五蕴嘛 好好的好好的学一学 知道怎么样才是如实的正知你这个五蕴 或者如实的不正知 正知不正知关键都是 你对于色正知 正知还是不正知 所以心经里头讲诸法 空向 空向 要从向上面下手 向 向为什么是空向 向为什么是空向 最重要的重点 向为什么是空向 色 你对于色要如实之 色运有五 则色运受运想运行运事运 这就是运的运运 五种运 在下面 第一个色运 云和色运 为诸所有色 一切皆是四大种 加上能造 能造四大种 能造 及四大种所造 你的能所就出来了 修止观最重要的 不要忘了 要从所回到能 这样知道吧 能才是关键 那个所造是什么 一合相而已 一合相而已 所以回到能造才是观 能造是什么 就是 假如是色法 就是四大戒 对不对 你们到底 这上节课才学的 把一合相 碎为为成 戒差别观 好 那第一个 第一个先 先讲了色 色的定义 下面讲色运的十一支 十一支 此父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这一组 若内若外 这一组 若出若细 这一组 若列若胜 这一组 若远若近 这一组 种名色运 刚刚都讲了 云和色运 为或顺 乐 那个重点在这边 处 处处 你在处的时候 假如有一种 你自己啊 合你的意啊 叫做 顺 谁顺你的乐呀 这个 处为圆 诸 受 假如是顺乐的话 你就会觉得那个境界是可爱静了 境界没有可爱不可爱 你知道吧 境界没有可爱不可爱 境界都一手无忌 哪来的可爱不可爱 可爱不可爱 都是你心的分别 那你心会分别境界可爱不可爱 是顺着你的乐寿 或者苦寿 或者不苦不乐寿分的 听懂了没 不是真的境界会有 境界会有啊 这个这个顺逆啊 或者境界会有好丑啊 境界会有什么 可爱不可爱 不是 是你的心啊 你的心啊 你的心里头会有一个 欲啦 你那个欲 你那个欲 满足 你会觉得 那个境界是顺境 是可爱的 乐的 假如那个 你的那个欲不满足呢 你的欲假如不满足呢 不满足你就会生撑啊 或者觉得 对吧 你很不可爱啊 你觉得很撑啊 等等这些嘛 所以事实上跟境界真的是没有关系 境界都是什么 置业所做的业一熟嘛 所以我们说 静如 心 不如 你的心有些分别 这些都熟吧 很熟呀 要很熟啊 为或许 乐 畜为圆诸寿 重点就是畜为圆 你在畜的时候 跟对成的时候 畜为圆生的寿 或许 或许 苦的 畜为圆诸寿 或许 不苦不乐的 畜为圆 诸寿 这个就叫六寿生了 富有六寿生 这就叫做六寿生了 眼处 耳处 鼻处 耳处 身处 义处嘛 都会生起 都会生起嘛 眼处所生的寿 然后同样的耳鼻舌身 义处所生的寿 这个就叫六寿生 六 种名寿孕 这里是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 我们这个 这个寿孕 这个寿孕 会 会生爱非爱 总 总的讲就是爱非爱 而爱非爱的增上 就变成曲了啦 所以五寓生 又叫做五寿孕生 或者五曲寓生 重点就在寿 会生曲 寿就是爱非爱 会生曲 会生曲 到曲 一定造业了 一定下面就是失业了 到曲 到曲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活灵活现的比喻 叫做 阳燕路可 你的可爱已经生了 可爱都生了 阳燕路可 可爱生的 接下去是什么 你知道路会怎样 起祸照业 他会奔跑 一直到死为止 对吧 阳燕一直在前面 一直在前面 跑跑跑 这就行运了 到死为止 苦啊 下辈子继续来 还是一样 阳燕路可 一辈子一辈子 一生一生的 阳燕路可 阳燕路可 欸你们有没有这种 像我 感觉的这样 活灵活现的感觉 有吗 有吗 还是阳燕路可 这个比喻听起来还不错 天哪 你们是怎么是这么 你们是怎么这么 怎样 学禅学多了是吗 不娶一向 如如不动 听课的时候 也是心都是如如不动的 随便你说什么 我不娶一向 如如不动 阳燕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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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瘦的时候 瘦 瘦了以后 瘦了以后 你继续用想增上 没有用想调柔 这个想完全是思维啦 它是概念法啦 可是它力量很大 你不要看它是概念法 你不要用这个 你不要用这个如理的思维 这个概念法 去调柔你的瘦的话 你接下来一定就是造业嘛 造业嘛 就是到瘦想施了 到施了 行运了 造业就会瘦果了 一大苦聚集 同学你听得懂吗 这里是一个分水岭 假如你知道瘦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它没有 它不可能 它除了苦瘦以外 没有其他的瘦啦 虽然我们分是分苦啊 乐啊 不苦不乐啊 或者分的更多 其实那个都是你的妄想 其实只有一味苦性 只有辛苦 它就只有辛苦 假如你这个不是很确认 明明白白的知道 很确认的话 你接下来的想 就会增上 就会增上 增上那个是乐 生贪 增上那个是苦 生撑 增上那个哎呀 无所谓不苦不乐 你就生吃啊 你就是那个吃啊 不明白吃啊 不明白这一切 是辛苦 不明白 这样明白吧 你明白我的话吗 一味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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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一个糊涂蛋啊 你只要问自己 你是不是常常还觉得有乐吗 哎呀 你说学佛就一定要这样吗 苦兮兮吗 哎 学佛不是要你学到苦兮兮啊 是要你认清事实 真的只有一味苦 一味是苦 苦 这个辛苦性 就是苦性 苦 苦 行啊 行啊 行苦 就是只有这一味 苦 你知道 同学你好好自己去体会体会哦 那个佛这样子教导哦 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糊涂了 邪分别了 颠倒了 不如死之了 才会有这些现象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这个苦啊 我后面写出来了 苦不是本然 灭才是本然 苦不是实相 他不是本来如此 他不是那个本来 本来就如此 他不是的 其实灭 极灭 极灭才是实相 为什么会有苦 因为你有欲有求嘛 有欲有求啦 才会苦啦 假如你无欲无求呢 无欲无求不管你做什么 假如你无欲无求的话 那就是无为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 听懂听不懂 无欲无求 假如无欲无求就不会有苦啊 你不管做什么都一样不会苦啊 你说生病苦不苦 不苦啊生病啊 你为什么会苦 你生病为什么会苦 你觉得是怎样 最好不要生病嘛 你觉得 怎么那么倒霉是我生病 为什么得癌症啊 怎么不是别人得 为什么是我得啊 我又 我不是这一辈子都在行善吗 做好事吗 对吧 我帮助人家啊 我放生啊 我什么的 你怎么还得癌症啊 佛啊你到底怎么搞瞎了眼啊 对吧 所以就 就不信了 就不信了 就去信基督教了 对啊 大多数信 从佛教信了几十年了 二三十年了 改信基督教的人都是这个原因 都是这个原因 记得吗 九二一大地震房子卖不出去 得癌症 做了那么多好事还得癌症 不失了那么多钱还得癌症 佛法不灵 上帝比较灵 我真的不骗你 会改信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个原因 佛法没有用 不灵 所以你最好想清楚 你先搞清楚 佛法本来就不是这些东西吗 千万不要忘了佛法 佛法本来就不是这些东西 你假如是为了求这些东西 什么身体健康啊 财源滚滚啊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你假如是为这些东西 学佛的话 你投错了门 懂不懂我的意思 佛法本来就不会给你这些的 所以不是佛法没有用 是你自己误会了 假如你不是为这些的话 那到底佛法是什么 你搞清楚佛法是为什么 那是你要的吗 你要的你再来学 你不要呢 你不要你趁早 你趁早去披发别报 你趁早改玄一章 免得到死的时候两头落空 世间法跟佛法初世间法都落空 悔不当初 悔不当初 佛法误我几十年 我告诉你 到那个时候来不及啦 早一点趁早想清楚 所以我每次都说 学佛的第一步其实 其实是真的要先搞清楚 那是不是你要的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那是不是你要的 真的是你要的 你就会认真了 你就会认真了 你就会知道余生啊 假如不学佛 你只有两个字等死嘛 还有什么 好继续念了 想 假如你到这边余色不如时之 你一定余兽是不了的 不正知的 那你后面就一定是用想 再去增上你的颠倒了 颠倒思维了 一定的 都不用讲了 一定的 所以通常 通常其实思维的时候 余色不如时之 余兽不了 到这里就好了 因为其他你想的 就全部都是去增上你的色不如时之 和瘦的不正知嘛 都是都是这个嘛 那个就是用想颠倒思维去增上嘛 就起获造业啊 起获造业啊 绝对是这个啊 起获造业啊 一大苦聚集啊 就这样了 重点就是前面两个 那你要余色如时之 余兽也要正了的话 都是在想上面 用想上面想 如理的思维 不颠倒的思维 在想上面 用功 在想上面 用功 用功 如理的作业思维 去调柔你的受 对于境界的如时之 都是想 明白吧 想运 云和想运 为有相想 无相想 狭小想 广大想 无量想 无诸所有 无所有处 想 假如你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同学们 哎呀 我们现在学的想运就是要把 什么是有相想 什么是无相想 什么是狭小想 广大想 无量想 还有后面那个无诸所有 无所有处想 把这个搞清楚 你呀 你会死在沙滩上 你就是学错了啦 你把佛法当法相名词 只要把法相名词去搞清楚 背起来 你就学的是佛法 你学的就是名言分别细论而已啦 你真的是有够倒霉 有够有够有够 真的是有够可怜 这里没有一个是重点 知道吧 那无相想在讲 有相想在讲什么 有相想就是 你有名言才能够有相想 那无相想咧 无相想你就知道了 没有名言你就无相想 谁没有名言 有三种人没有名言嘛 第一个 小娃娃还没有学名言嘛 所以她无相想嘛 她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都要问 妈妈 什么 一个一个问对吧 对吧 我就想起来 有一次我的我的亲身经验 我的我好 活生生看到佛法在说 什么是无相想啊 什么是有相想啊 就是有一次我走过 就是来基金会走过 这条杭州南路 走过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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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地方 其实那个后头有店铺了 只是门门面太小了 我走过很多次 几百次我都没有发现 我走过的时候 然后我前面一个母亲牵着一个小女孩 蛮小的小女孩 牵一个小女孩 那小女孩 什么都要问 什么什么什么 她就问指着 指着那个那个那个 指着问 那是什么 妈妈说榻榻米 然后问榻榻米 那个只是一个榻榻米的那个招牌啦 榻榻米是什么 我就听 我就要看那个 你看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形容它 这要很有本事的啊 我就等着看那个妈妈怎么形容 那个妈妈就开始形容 很多草啊 编起来啊 绑起来啊 可以在上面睡觉啊 跑来跑去啊 什么都讲一下 对 那个女孩都是啊 啊 啊 都是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后来才知道 那个下面啊 那个里头有一家榻榻米店啦 现在应该还在吧 那个榻榻米的店 你走进去给它看一下榻榻米 就不用讲了 它的色升起来了 跟名言结合在一起 所有我们的色法都是这样 都是因缘 就是那个色 那个一塌起那个色 加上名言 所有你的色法都是这样 你后来存在脑筋里头的是什么 名言嘛 名言种子嘛 一讲榻榻米 你的榻榻米的色 色 就起来了 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了 那个叫有相想 听懂了没 所以有相想的时候一定是什么 名言跟那个色 就是一塌起那个色 有没有 结合在一起 这个叫和和名字有 有相想 那无相想反过来 无相想 刚才讲的是娃娃她不知道 没有学过 那个名相 就是你跟她讲一个名 也没有用嘛 她没有色 或者你看到色了 但是她不知道那是名 也没有用啦 记不得的 好 这是一种无相想 还有呢 你心不在焉嘛 做一心所没有生起来 这个也是一样 会变无相想嘛 对吧 我们不是也常常这种经验嘛 视而不见嘛 做一心所没有生嘛 还有呢 你看 圣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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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 无量想 就是色界无色界 越来越扩大的 你看到真的欲界的这些色法 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狭小想 可是你的精神世界 就已经是广大 甚至于广大到无量精神世界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事实上三界不是十有三界 三界就是你心量的大小 好 这就是狭小广大 无量想 那下面那个无诸所有 无所有处也是一样嘛 那个就已经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了 所以这些都不是重点 这里没有一个是重点 重点只有 什么想 是如理的 是无导的思维 什么想 是不如理的 是颠倒的思维 只有这个是重点 这样听得懂听不懂 而不是去知道这些名相 哎呦 什么叫有性想定义一下 无想想定义一下 狭小怪 无量想定义一下 你们善不善学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所以假如你是正确的学 善学 一定是提升你的心性 提升你的量 一定是这样 你的境界会因为你的量 量提升境界就提升 这就是你学的是对的 而不是学这些法相名称 所以假如考试的时候 就零分 零分 都零分 你就背一大堆 怎么还零分 好 富有六想生 为眼处所生想 耳鼻舌生意处所生想 总民想运 这什么都没有讲 这下来行运 云和行运 为六思 就是造作行运了 思 六思生 思 开始思 已经开始形成 那种觉制 要 要有形成你的那个 决定 要造作了 要有 要有动作了 那个思 就是三页了 六思生 则眼处所生思 耳鼻舌生意处所生思 富有所欲 除受想 除受极想诸 于诸 受根想去掉 一共五十一个心所 去掉受根想 剩下来的四十九个心所 都叫做行运所设的心所 总民行运 受根想也是行运 只是这两个 受跟想 势力 作用 功能 太大了 所以我们把它单独 从心所 提高一个位阶 变成是 变成是什么 运 受运 想运 它还是心所 并不是说受想就不是心所了 它还是心所 听得懂 听不到 不是说受跟想不是行运 一切都是行运 受跟想还是行运 这样懂吗 懂吗 只是它 它这两个作用太大了 我们把它单独 给它两个名称 受运跟想运 还是行运 还是心所 受跟想两个心所 好 世运 翻过来 云和世运 为心意 事 心意事就是八个事 你不要把心意事当成是三个 心意事是八四五十一心所 可以吗 它就是世 可是同样这一个世 它有好多的功能 我们在讲它特别一个 我们现在以哪一个功能为主 特别讲那个功能在生起盛作用的时候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所以才会用了那么多的名称 就跟五变形式 一个起心动念 就是五变形 可是我们在讲 我们在讲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 它有好多好多 一个起心动念 你要作意你才会有 你作意以后会触 会受想失 我们在特别说它某 这一个五变形里头 某一个特别 你特别指它哪一个作用 现在是在哪个作用特别强盛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是五件事 它是一件事 听懂我的意思吧 否则怎么会叫五变形式一变 五变形式一变就有五变形 一定聚齐 同时生起聚齐 我知道假如你不是专门学维世 你这些观念都没有 你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 这一定要学维世才会讲的这样 所以到现在为止 很多东西 基本的观念一定要对啊 比如说 一念就五变形了 一定聚齐 这样懂不懂 不是 我先怎样 我后怎样 五变形就是聚齐的 五变形就是聚齐的 这样懂吗 比如说根和根 我们的根 这都是一叉形嘛 根和成 内溜入外溜入 内溜和溜入 各个都是 都是一叉形啊 那么照理来讲 理啊真理啊 照理来讲 一叉形都空无相啊 一叉形都空无相 一个空无相 一个空无相 怎么会跑出宇宙万象 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一个空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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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空无相 那怎么会跑出来宇宙万象 座义 座义就是新锁 座义 座义 就是会座义 跟对成的时候 跟对成 一个空无相 一个空无相 两个怎么交涉 就是因为有座义嘛 座义 所以我们 你不管讲不讲啊 像掩饰酒原生 什么什么什么 座义 都是因为有座义 才有座义 座义 这样懂吗 可是座义以后 全部都是试了 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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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他起 就是设法嘛 跟和成都是设法 他还是 他从来没有变过 他还是他的空无相 因为实相就是这样 空无相嘛 只要跟对成一起了座义 让两个交涉 以后全部都是试的事情啦 心意试的事情 试 都是试 试生 试生时代比相起 你自己的设法有了 你自己亲所圆圆的 那个设法 一眼镜 还有能生试的处所 我们叫做跟 跟的意思是什么 生试的地方 生试 世上色功能 明武跟 这是观水渊源论吧 世上色功能 明武跟应理 这才是应理 才应相应那个正道理 功能与近色 就是这个跟啊 跟那个 跟啊 生试的跟啊 跟世上的相分色 功能与近色 无死 无死 互为圆 互为圆 就是相依相圆 这样增上 这样增上 所以你知道吧 近色跟这个东西 连很多 自己为事的书上面 都把它写的 变成是设法 什么神经系统 有没有 神经系统明明就是设法 就设法啊 旋状菩萨从来没有讲过 他是神经细胞 神经系统啊 旋状菩萨讲他是近色跟 而近色跟是什么 近色跟是什么 生试的功能 他无形无相 他不是设法 假如你楞严经里头 舍试用根 是这样解释的话 就对了 用为事的解释就对了 假如你楞严经里头舍试用根 那个根就是普通我们讲的眼根耳根 鼻根舌根 你就死定了 还舍试用根呢 根必定是生灭的 你舍试用根干嘛 事呢 事还可以修行呢 你根可以修行吗 所以不要乱解释啊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你听不懂就 随便你啊 我只是在稍稍一点点 我不是在发烙烧 只是真的 稍稍一点点在讲 佛法一大堆解释的书 看得好可怕 都不知道 讲到哪里去了 好可怕 看得好可怕 自己佛法一大堆解释的书 註解的书 所以你一定要看原经原论啦 论 你一定要看经 解释密经 论 余解释地论 看原经原论 绝对不要看白法解释的书 白 白化文 那个白化 白化解释的註解书 真的不知道你运气好不好 运气不好不知道看到哪里去 前面讲的前受想行运及此事运 皆有 社运已经讲过了 现在讲余下来的受想行事运 皆有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等差别 就是等还有后面还有十一个 总共十一个形象 如前广书是名为运 把运定义过了解释过了 下面看运善巧 云和运善巧 为善了之 如所说运种种差别性 两种 一个是五运的差别 就是有社手想行事五种运 还有每一个运都有十一个运之的差别 有没有 两种差别 一个五运 一个十一形象 这样 如所说运种种差别性 非一众多性 五种运都有十一个形象 非一众多性 除此法外 更无所得无所分别 世明略说运善巧意 你们得到善巧了吗 你这样子学一学你就得到善巧了 能够如理的思维不颠倒了吗 假如你好好学可以了 好 他就是这种十一个运之 再来 下面解释 刚才那一句话里头的种种差别性 跟非一众多性 然后除此法外更无所得无分别 底下分这样三段说明 第一段 明种种差别性 云和明种种差别性 为色运义 受运义乃至是运义 是明种种差别性 色运和受运的不同 受运和其他的运的不同等等 这样 不同 在下面 明非一众多性 云和明运非一众多性 为色运非一众多品类 品类就是形象 十一个品类 十一个形象 大种所造差别故 大种有差别 就是能造的四大种有差别 所以所造的能造四大不一样嘛 有地水火风嘛 就是监视暖动性 能磁能色 能熟能长的这个功能性嘛 大种不一样 所以呢 所造色就会有差别嘛 所以这里说大种所造差别故 所造的差别是由大种的差别来的 这样明白吗 大种所造差别故 因为所造的色 它不过就是一合相嘛 一合相 那你那个一合相 既然是一合相 你要先把它的因素找出来啊 什么东西合合嘛 那个因素 因素就是这里所谓的 这里啊 假如是色法就是四大界了 这样懂吗 大种所造差别故 去来金等品类差别故 去来金等等 他用一个等就包括了十一个 十一品类 你要有这个习惯 你自己在看的时候 去来金等品类差别故 你不要这样看过就算了 你一定要把它改成去来金 怎样等十一品类差别故 然后把十一个品类全部写出来 这十一个品类会有十一个形象啊 所以你要了解运到底是什么形象 你一定要先把十一个品类搞清楚嘛 这样明白吗 不是这样读一读就好了啦 同学们 不是这样子等 就像我们每次读心经一样 受想行事亦负如是 品类差别故 是名色运非依众多性 如是与应随其所应皆当了之 你知道你每一次看到等 或者看到乃至的时候 都要把它完整的重新写一遍 把它列出来全部列出来 把那个等跟乃至 漏掉的东西全部补出来 你知道我们这是在对峙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习气里头就 以为我们等于乃至 我们就全部包裹了 你鬼啊你全部包裹 那个是习气 知道吧 含糊笼统 蛮憨 中国人这种习气 中国人最自以为聪明 这种习气又特别严重 然后呢 你那个已经含糊笼统 根本自己不知道 你就以为哎呀 亦复如是 你就到以后 你那个里头全部都是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 好下面 明除此法外更无所得无分别 这一段 云和除此法外更无所得无所分别呢 为 这一段很重要 为 唯运可得 唯释可得 这个很重要 唯运可得 唯释可得 这八个字很重要 唯运可得 运就是已经那个释相显现了 就是相 相可得了 那个相是什么 相是释嘛 释情的释 就是因缘果建立的嘛 为释可得嘛 因缘果建立的嘛 那个是释 释 这样知道吧 而因缘果建立的 你以为是真的有相吗 不是 其实只是什么 唯行唯法嘛 就是 置叶所做唯行嘛 而怎样 叶做完以后就没有啦 叶是刹那灭的呀 你留下来的是什么 是法嘛 言说嘛 言说熏习心 一直留一个这个 言说熏习心 就是阿赖也是了 所以就是 就是那个 没有 我们熟到不行的那个 唯行唯法唯事唯因唯果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而已啦 就是这样 就是除了这个 唯行唯法唯事唯因唯果 以外 就是只是这样 无 无所的无所分别 你不要自己以为有什么可以得 然后去分别 然后去分别 那个叫邪分别 邪分别 就会有所得 也就是有见有慢 我吃我见我慢我爱 具足 好 就这八个字 唯运可得 唯事可得 非离运外 除了运以外 并不是说 除了这个因缘果建立 四项显现的运以外 还有一个我可以得 没有吧 没有吧 没有一个我可得 没有一个有长的 横住的 无便意的 没有一个这种东西是可得者 所有一切因缘果建立的有为生灭法 都不是长的横住的 不便意的 都不是 都不是 但是所有的有为生灭原生法 都是什么 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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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是特别提醒你的 在三法印里头是没有苦的 三法印里头讲 三法印 原始的三法印讲 无常 诸行都无常 然后诸法 无我 这两个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如果打掉你一切的写知见写分别 你就会知道本来 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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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尽自信 涅槃 这是唯一的实相 不便的 长的横住的 不便意的实相 才是真实意 这才是真实意 所以苦啊 它不是本然 灭才是本来灭目 灭 才是本来灭目 本然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苦 因为有欲有求吗 这样懂不懂 有欲有求就会造业嘛 造业就会受苦 我有没有反反复复的讲 从前面讲到后面 从道理讲到事项 然后又从我们这个现实 这个这个事项 因果已经出来的 讲回去到道理 我反反复复 这样子讲 同学们 同学们 真的哟 我没有对不起你们 那你们会不会对不起我啊 公平 公平一点嘛 我既然没有对不起你们 你们也不要对不起我啊 好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这个运以外 运是怎么来的 就是就是为行为法 为事 为因 为果 就是这样 运是什么 就是因果了 就是因果 因果是怎么来的 缘起来的呀 这样 人家听得懂吗 好 那除了这个运以外 就没有了 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我嘛 我嘛 除了运以外 不可能有一个什么叫做我 人我或者是法我嘛 所以人空法也空嘛 人空法空嘛 并没有 常性 横柱性 无便义法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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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运法上面是绝对不可能 有这些东西找得到的 不可能的 假如有一个常 横柱无便义法的话 他一定是无运 他一定是 无运 这样明白吗 他一定是无运 一切贤圣皆与无运法而有差别 无运 凡圣的差别就在这里 凡夫以为有 有这些东西 有运生灭法 看不到有运生灭法的实相 把这些执以为是 这凡夫 而圣人呢 圣人呢 开悟的圣人 见到的圣人呢 他知道 无运 好 假如有什么是差别 常横柱不便义的 那只有无运 知道吧 不是嘴巴讲的无运 嘴巴讲的无运 已经有运了 听得懂吗 你不要嘴巴一天到晚再讲无运 讲空啊 都有运 所以真的无运啊 空啊 就是没话 没有话可以讲 讲不出来 一讲就错了 他是超过寻思的 超过言说的 我们不是都学过吗 圣医地橡皮里头不是学过了吗 他是黎明言的 他是黎明言就表示他超过寻思嘛 因为寻思一定是用明言寻思嘛 他超过寻思的嘛 但是偏偏他是唯一的真实 辨一切处的 其他有运生灭法都不是 好 一无少法是我所有 无有少法 可得少法 无有 无有少法 不管是心 心是缘起 或者是近 近是缘起 无有少法 可得少法 能所得无有 一无少法是我所有 此外更无所得 更无分别 知道吧 一切所得啊 一切你认为的有 都是分别出来的 而且是邪分别 我们叫做邪分别 都是邪分别出来的 一切是无所有 有都是分别出来的 无所有 无所有当然就不可得嘛 那无所有不可得讲什么 就是毕竟空嘛 你不要直接讲结论啊 这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 你在讲的时候你理直气壮吗 还是很心虚 你嘴巴讲一切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 马上问你 你中午要吃什么 你就想一堆 你那些就想 你就想一堆 你不觉得很荒谬 假如真的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 你应该说我不用吃 因为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啊 有没有很荒谬 你吃到底吃不吃嘛 还是吃啊 但是吃 那个吃 你吃的东西和你这个能吃 你这个能吃的人和你所吃的东西 这个能锁是什么 这个能锁是什么 是什么 是幻象 是因果来的 是缘起法 你可不可以这么 以后就是这么在日常生活上面的 都可以用到我们所谓的缘起有两个角 一个是维世一个是空性 显现的事项全部就是因果 这宇宙万象是什么 因果 答案就是这样 因果 因果怎么来的 缘起 缘起就是有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 这里是个很大的陷阱 缘起刚好说有啊 因为缘起所以有啊 缘起是有 但是我们叫他换有啦 如善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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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吉比地址 住四渠道 积极瓦丽草叶木等 好这些都不管了 怎样 现做种种幻化事业 你把这个搞懂嘛 为什么说这些宇宙万象是现做 是已经显现的 现做的 现做什么 种种幻化事业 然后举例子下面 那是古时候的举例 现在的举例就不会了 现在举例就会什么手机啊 什么的 以前的举例就是像马车生啊 像生马生车生布生啊 什么东西的 金银琉璃珍珠玛瑙啊 裤肠等物啊 这以前的举例嘛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宇宙万象 好不好 那些都是幻化事业 知道吧 既然幻化事业 当然啦 需要有就有啊 不需要有 就不必挂在心上啊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一幅饮食握具医药 这些你活下来必须有的嘛 可是边际住就可以了 超过边际住的都是有欲 有欲 有欲有求就会苦嘛 所以佛喔 佛说为什么我们这么愚痴啊 佛说使人愚弊者爱于欲耶 佛说 反正都是42章经啦 我没有写这一句 佛说我们为什么这么蠢 我们为什么这么愚蠢 我们为什么这个也不知道 那个也不知道都被弊 就是富啊 我们为什么这样愚弊啊 佛说使人愚弊者 怎样 爱于欲也 42章经 而世间的实相是什么 世间无常国土为 翠世大苦空五云无我 生命变异虚伪无主 心是恶缘心为对手 如是观察 这个就是如是观察就是如实观察 你假如可以这样如是的如实观察 就见离生死 就见离生死 所以我们说 学佛了生死 不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移民 那个地方无量寿 什么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生死根本是假象 你就超越生死了 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死 只是那个地方无量寿 你把极乐世界想成是这样 超越了生死 因为生死是假象嘛 就是这么回事 是假象 你了解他是假象 就叫做超越了生死 也就是超了 超越生死 也就是超越了一大苦聚集 苦最大的苦 苦最大的苦 就是流转 流转流转 有的人还天真到 不会很苦啊 我做人这一辈子 很乐啊 要不然嘛 我含着金汤池出身的 很乐不必辛苦 要不然我虽然不是含着金汤池出身 但是凭我自己 凭我自己 就白手起家 要选总统了 不苦啊 这辈子哪苦啊 要什么有什么呼风唤雨啊 谁不巴结我呀 什么苦不苦 这个就是鱼臂啦 死人鱼臂者 爱于欲言 这就是鱼痴无名 假如你喜欢这样 就继续这样嘛 你就再来嘛 你就再来嘛 你会每一辈子都这样 你真的是太天真了 你不晓得嘛 你现在生一个牲畜 对不对 有其他57个牲畜的种子 随眠 你怎么知道 他带众缘 带众缘 隐治国 你怎么知道什么缘先成熟 你怎么知道 你不要只看现在这么一点点 瞎子莫像啊 这么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瞎子莫像 你就只以为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了 真的是愚蠢 真愚蠢 死人愚弊者爱于欲言 老师告诉我 你们学过42章经 是不是就丢掉了 还记得死人愚弊者爱于欲也的举手 好夹在 同样的42章经 死人愚弊者爱于欲也 你这样子愚弊 绝对不见到的 所以佛又说了 假如我们的心中有爱恨欲的话 心中 人以爱欲 假如你的心中有爱恨欲了 人以爱欲心中会酌 你的心中是酌的 是染污的 是有够的 是有够的 够燃的 心中酌心 不能见到 你有欲的时候 人以爱欲心中酌心 不能见到 你嘴巴再讲空都没有用 只要有爱欲 懂不懂的意思 就不可能见到 这佛亲口所说 所以佛在他证悟了 他成道 他证悟成道 在菩提树下他成道 到的时候 他就 立刻讲出来了 他讲出来 同样的意思 他立刻讲出来 正面跟反面讲 他说 他说 世尊成道以做事 是为离欲极净 使罪为圣 极净是本然 我们为什么不极净 因为有欲有求 你假如离欲 离欲 离欲极净 离欲极净 这就是最圣了 最圣 世间 最圣 最圣就是 最圣最圣就是佛 对吧 你既然不那么圣 你稍微圣一点 稍微圣一点 也可以出果 出果是什么 出果是入流 入法性之流 叫入流 法性之流 而入法性之流 的意思就是 不入色生相畏处法之流 不入那个色生相畏处法 就是入法性流 入法性流 就已经开始是圣人了 已经那个圣里头的小圣了 对吧 那最圣呢 就佛啦 修什么 离欲 有规依法 离欲尊 都是在修离欲 偏偏我们很多学大乘的人 瞧不起离欲 干什么都可以 随心所欲 只要我心中有佛 嗨 我的老天 对吧 我随便酒肉穿肠过都可以 我只要心中有佛 或者是佛说这个 世尊成道乙 他就说这个 做事思维 这样 或者佛就 就说了一句话 人人本具 如来自会得相 极静的 如来自会得相 涅槃呢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妄想执着是什么 有欲有求啊 一样的话嘛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 你要怎么去追求一个涅槃 怎么样去追求一个极静或者极灭 重点不在那里啊 因为涅槃也好 极静也好 极灭也好 极灭也好 是本然 是本然 重点不是去追求 那个是本然 重点是什么 去掉你的有欲有求 或者是说去掉你的分别执着 妄想 这些分别执着都是妄想 妄想 同意吗 你现在完全 你不但知道为什么佛这样讲 你知道那个道理 你也知道怎么做嘛 都知道嘛 下手处一定是什么 离欲嘛 你还以为佛法 佛法是智慧 是波罗波罗蜜 对哦 佛法就是波罗波罗蜜 所以我只要去听一听 空空空波罗蜜 诸法是空想就好了 你照样了 语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反正他空想 反正他空想 你空吗 你空吗 过去未来 现在的染拙叫做未了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内外的 内外的爱 什么都有 粗的爱细的爱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我在讲十一个孕子了 对吧 圣根烈或者说美根丑 那个 就是 随顺你自己的喜欢不喜欢的促寿 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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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的 为什么会生起来呢 禁的因是什么 就是爱欲嘛 也就是爱取嘛 远的因是什么 无名 根本的因是什么 无名 这在讲远近 我反复讲了很多次了 所以 要修这个 这是真的要实修的 离遇 离遇 怎么修呢 修极灭未换离 这 刚才讲过了 五个正知 五个如实了之受 要从这里下手 极灭未换离 极 这一切的原因 宇宙万象的原因 讲得很清楚了 远的因是无名 根本因是无名 生起的因 宇宙万象的生起的因是爱取 对不对 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了 是爱取 可是 极就是在讲原因 原因 这个世间 这个万象 他的极就是他生的原因 我们是因为无名跟爱取 所以我们的极是因 果是什么 就是苦 对不对 可是跟你讲 这里很重要跟你讲 你一定会得到苦吗 不会 苦不是本然 苦是有因 就是极了 无名跟爱取 有因的 可是他不是本然 本然是什么 本然是灭呀 你为什么要爱取 你为什么要有欲有求 像那个路可 去追那个养燕 你真的是笨啊 愚蠢啊 神经病啊 你懂我的意思吧 他根本不死有嘛 养燕嘛 幻象嘛 你为什么一辈子一辈子 还不只是这两三辈子 是生生世世的追求呢 哎 你不蠢谁蠢啊 你不愚弊 谁愚弊啊 要急嘛 可是假如你听了这些道理 你走向离欲即静 就是你向一面呢 你不一定要急到苦嘛 你也可以因为急反正是因嘛 对吧 对不对 你从法柱至下手嘛 你不要一直顺着自己的习气嘛 无名跟爱取 不要顺着自己的习气 一直到苦去 到苦那里去 你不要嘛 你可以怎么样 现在开始学佛法了 你要学法柱至 去取代阿陀纳士为一子为建立嘛 你就趋向于走向于 向于什么 灭嘛 向于实相是灭才对嘛 这样懂不懂啊 三法印哪 这两个啊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捏盘其境啊 三法印 三法印合起来就是一实相印嘛 一实相印 那个实相的三个面相 三法印 这样懂不懂 你不一定要苦嘛 你不一定要苦嘛 苦真的是我们活该啦 自作自受啦 好 所以要向于灭嘛 灭灭灭 对吧 先看到自己的卫卓 就是染卓有助法 何何名字有何处可当情 未未未的过患是什么 最大的过患就是生死流转嘛 你要吗 你要继续这样生死流转吗 你要继续这样生死流转 虽然你学佛了 可是你就摆烂了 你不理他 就这样继续生死流转 你高兴就好 可是假如你不愿意呢 你看到他的过患 你当然要罹患嘛 罹这个过患嘛 你就知道怎么下手 有没有全部合起来 好 这就是在寿上面要修的 结论 最后的结论 理无情有 佛法和科学最大的不同 根本上的不同 科学也讲理无 现在的21世纪这个 量子物理讲得很清楚 理无 没有 物质这些色没有 是一个幻象 他就是这样讲啦 你自己去读量子物理啦 量子物理之父 你知道是谁 谁 好啦 你们没兴趣吧 不知道啦 量子物理之父 普朗克 就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物质 这色是幻象 我比较常常爱用爱因斯坦啦 爱因斯坦喔 因为他比较有名 对吧 爱因斯坦是不是很 普朗克也很有名啊 人家量子物理学 量子 富怎么会没有名 可是 爱因斯坦不是更有名吗 而且爱因斯坦写过那么多情书 假如 假如 没有你 这个世界 对我没有意义 可是后来他跟他离婚 他这个情书是写给他的 第一任老婆 原配妻子的 他的同班同学 他在读 那个 爱因斯坦在读大学的时候 全班唯一的女生 后来嫁给他 你知道吧 结果 爱因斯坦最后还不是跟他离婚 可是他跟他离婚 他这个老婆很厉害 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爱因斯坦跟他老婆离婚的时候 爱因斯坦说他没有钱啊 他没有钱给他 可是他老婆跟他讲 以后你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你的奖金给我 你看那个时候 他的老婆居然已经看到他会得诺贝尔奖 他老婆厉害吧 了不起吧 结果真的 爱因斯坦后来得诺贝尔奖 奖金给他 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很有名了 无所谓了 不需要那个奖金了 他已经非常有名了 你懂我的意思吧 他老婆居然会说 你把你的诺贝尔奖的时候奖金给我 可是也就是这样等 好辛苦 因为小孩归老婆 他老婆在养嘛 你不要忘了 他们全班唯一的女生是他老婆 可见得他老婆不是一个无知妇女 你懂我的意思吗 假如他老婆也这样全心全意的 有人栽培这样子的话 搞不好德诺贝尔奖的是他老婆自己啊 不需要靠爱因斯坦啊 可是他老婆 说老实讲啊 女生就是这样 好像有宿命一样 中外都一样 牺牲奉献 这样子以后啊 也不是马上他就得诺贝尔奖了 那没有得到这个 这个以前呢 那个日子是非常辛苦的 非常辛苦的 后来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 不是他的相对论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读得懂相对论 不是他的相对论得诺贝尔奖 是他的光电理论 光电学得诺贝尔奖 你们自己去哈 我对这些东西好有兴趣 我看了会入迷的 跟佛法一样 可是为什么还是 还是说科学不究竟呢 科学已经知道 最后他已经知道了设法都是幻象 这物质是幻象 而且他也知道了 是由心念 心念升起的 能量是由心念升起的 他也知道了 能量跟物质 就是波跟力是二元性 他都知道 他也知道这个心念 这个能量升起进灭去 他也知道升起进灭去 测不准原理了 Hessenberg的测不准原理 科学全部都讲了 这些跟我们讲的 好像一样嘛 佛法不是也都讲吗 佛法是不是讲这样 物质是幻象 佛法是不是讲 这些物质啊 这些设法 它的由来是什么 内相续心啊 有没有 是不是都讲了 而且也都讲了 这个都是无常 刹那的无常 生起进灭去的 全部都讲了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佛法是2500年前就讲了 而一直到最近的一两百年 科学才到达这个门边 为什么说到达门边 而不是进入佛法的奥堂 只是到门边 为什么 因为到这样还在解释 这宇宙万象是怎么来的 它的有是如何有 对不对 这是科学 对不对 佛法不是 佛法 佛法 佛法就是讲破了 这个有是缘起 它全部就是 宇宙万象就是这个缘起的因果 所以结论反而是空 是无所有不可得的 而不是像科学 结论变成是有的 好 佛法在讲这一切是空 你一定要知道这一切 空啊才有佛法啦 才有佛法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这些是假象 是空 才有可能超越它 不是它不存在 它一直都存在 但是它是假的幻象 你知道它是假的幻象 你才能超越它 生死是幻象 连生都是幻象 你还在那边病苦 把病苦看成 哎呀你什么都不怕 你只怕病苦 你说那什么鬼啊 什么都不怕 连生都没有 连这个身体都没有 你还在说你很怕病苦 明明就是你根本把身体当石油嘛 才会是病苦嘛 师兄师姐 知道吗 假如你真的以为病苦是苦的话 那表示你把身体已经当成石油了 石油了 你的佛法学到哪里去了 知道吗 只是不要把它当风凉化 你没有病苦的时候 你说病苦是假的 你到你自己真的有病苦的时候 你试试看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现在功夫多了不起 说连身体都没有还有病苦 风凉化 你真的有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再讲讲看 懂我的意思吧 现在都不要讲 因为都是风凉化 你没有那个境界 你不知道你过不过得去啊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自己过不去 还是在讲那种风凉化 我讲的是究竟实义 根本连身都 这个身都没有 怎么会有病苦 我讲的是究竟 你碰到境界再来讲 就不究竟了 你现在讲的都嘴巴皮了 风凉化 细论 细论佛法 懂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不要再有病苦的 病苦的 人家有病苦的当下去跟人家说 连身体都没有了 病苦是假的啦 人家那种死 亲人自亲自爱的人死 人家小孩死 老公死 自亲父母 自亲自爱的人死的时候 你跟人家说死是假象啦 连生都没有 怎么会有死 死是假象啦 所以不用悲伤啦 碰到假如有人这样讲话 你就把他轰走就好了 去你的滚蛋 你懂不懂 风凉化 细论 你自己碰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个功夫啊 你有没有那个功夫啊 没有那种真实功夫挂在嘴上的 就都叫做细论 再讲一次 你没有那个真实功夫 挂在嘴上的 就都是细论 所以不要以为你学佛 你是不细论的 你是不细论的 你学佛反而正在细论 以佛法为细论 反而还 世间你都细论没完没了了 你现在还增加一个佛法的细论 怎么学佛变成这样 好 我赶快讲那个PS 佛法和科学的本质 是这里的不同 这样知道吧 佛法不细论 真的要离苦得乐 就是真的要有那个修行 真的要有那个修行 好 刚才在讲那个 在理论上面 佛法跟科学都在讲 这一切不是时有的 只是佛法是2500年前 佛跟弥勒菩萨就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一直到现在200年 一直到现在一两百年的时间 科学才跟上了 到这个门边了 只是很可惜没有进到里头修行 没有真的离苦 为什么说2500年前佛跟佛 世尊跟弥勒菩萨就在谈这个 这一切是幻想 他们两个就谈了 这个影子经 不是楞严经 好 影子经文 世尊说 世尊跟弥勒菩萨两个人在对话 世尊说 心有所念 己念 己相事 耶 我们一起心都念 这个叫心有所念 不是一起心都念 就只有一个念头生起 不是 所以佛才问 己念 前面说 心有所念 就是一个粗的念头 下面讲细的 这一个粗的 我们以为就是生了一个念头 这个粗的这个念 的里头 这个要阿罗汉以上才看得到的 有几个念 这样明白没有 而每一个念都是相事 他都会有相 什么相 世上的相 都会是相事 己念己相事耶 这是佛 佛跟弥勒菩萨聊天 不是佛不知道吧 好 他们两个人聊天 佛问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这是弥勒菩萨的回答 一坛指 我们知道坛指 对不对 好 坛指 一坛指 三十二一百千念 我每次都说三十二一百千念 对我没有意义 我根本不晓得三十二一百千念 到底是什么啊 那有多快啊 没有概念 三十二一的百千念耶 百千 一百个千就是 就是十万嘛 十万嘛 对不对 你再用三十二一去乘十万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意义啊 对我来讲完全没有意义啦 你层层看了 人家层的人说 那个叫三十二兆 三十二兆什么意思 他就是一个树木字嘛 什么意思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啦 完全不知道 生起即灭去啦 就是这样 生起即灭去 生起即灭去啦 这才是真的无常义啊 刹那的无常 生起即灭去了 一坛指有三十二一百千念 一念 重点是这个 三十二一百千念 居然念念成行 行皆有事 一念一念一念 虽然念 生起即灭去 但是他为什么会成行 积聚嘛 厚势力嘛 相续嘛 念念成行 他相续了 他积聚了 相续了 积聚了 行行行 这个叫行 怎么来的 行皆有事 弥的菩萨跟佛 这现在的 现在一直到现在 最进步的量子物理 也才就是到这里啦 到这边 那你说学科学就好 学科学 学科学你知道这有怎样 你还不是一样颠倒凡夫 你不是照样受苦 一大苦聚集 一样的轮回流转 所以他不究竟嘛 他好不容易喔 科学一直进步一直进步 进步到 进步到那个佛法所讲的 佛跟米勒菩萨所讲的 这个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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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边 但是就是进不去 进不去 他就 他不要进去 他不要进去 好 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再讲一下喔 那五 这边结论的第一个 佛于无常有为法 方便施涉为运 运是方便施涉的 你不要把五运当成使有自信的 只不过用一个五运换一个名项而已去代替了我 没有我但是有五运 所以我以后不要讲我 这个会被老师骂 我以后改成讲五运 你的五运变成只是代替了一个什么 他只是一个代名词代替了一个我 你还是以为五运是死有的 那就错了 那懂不懂 佛于无常有为法方便施涉为运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破五种我们会感觉有我 这个我是 这个就是五种我是五种 我生聚色运 我受用受运 我言说想运 我照做行运 然后我的字体出来了就是是 阿赖也是 是我字体是出来了 这就是五运 事实上佛为什么要方便施涉运 教我们运善巧 为了破这五种我是 也就是什么我空 这样懂不懂 再来下面都简单 如实之运就是为行无我 名为善巧在法空 若于运不如实之颠倒思为 故有欲有求 结论就是五运至胜苦 展开来展开来 我们只要跟对成一处 一处就是三合约处的处生起来 就已经运接处全部有了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处然后就会生瘦 就会生瘦 这个处瘦 八处瘦因缘 有没有 跟成是处 受想施爱 这个爱就有十一种爱 就是十一种 十一个运之 这个爱 完了已经完了 爱就是 爱下面就是起祸造业 一大苦聚集 明白不明白 有欲有求 爱 这个就是爱 有欲有求 就一大苦聚集 下面都讲过 这样子我们运三桥结束五运的三 五运 五种 不是五运 五种 三桥所缘就结束了 结束了 下一节课要讲 近祸所缘 而近祸所缘 我们是讲 初世间的近祸所缘 也就是 也就是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今天在运三桥里头 也已经讲了 就是极灭 极灭未换离 苦极灭道是圣地 就是极灭未换离 所以也讲过了 其实我们已经就讲完了 十二个所知识同分一项就讲完了 全部都在运三桥里头做总结 听得出来吗 同学们 你觉不觉得 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就是越来越丰富 可是越来越丰富就表示 你前面 那些基本功啊 累积的东西啊 前面那些累积的东西够不够 对不对 你累积的那些够不够 够而且要熟 你到现在就 好像在获得成果一样 这种大整理 大整理 大整理 没有什么新的 都是在做成果的验收 大的整理 有这个感觉吗 有吗 同学 我知道很 很辛苦 可是 没有别的办法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你相信我 还有别的比较容易的办法 我一定会跟你说嘛 没有别的办法 好不好 就只有用功了 精进而知 好 作为大德 请合掌 恭念回向祭 学修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迷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擦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莫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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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